如果说超级赛亚人一百形态 是赛亚人传统进化路线的极限 而自在吉异宫一百形态 是神之领域最高的境界 那么当悟空和拳王进行合体之后 就是以凡人之躯加上至高神位 这样的组合将能打破世间一切极限 然而把悟空逼得要和拳王合体的敌人 竟然是赛亚人一族的先祖亚莫西 就在100亿年前亚莫西年轻气盛 又因为亚莫西创造出自在吉异宫 觉得赛亚人一族才是宇宙中的霸主 同样强大的冰冻恶魔族打败 甚至差点将整个冰冻恶魔族灭族 只有个别冰冻恶魔族苟延残喘活了下来 当时的那美克星人一族因为爱好和平 不想和赛亚人一族发生战争 所以选择隐居起来才没有被灭族 最终第七宇宙直接被赛亚人统治 但是亚莫西没有安于现状 因为亚莫西发现宇宙中存在其他宇宙 于是亚莫西又率领整个赛亚人一族 命生生将六个宇宙打了下来 最终有七个宇宙落入赛亚人的手里 可没想到大神官却看上自在疾异功 为了能名正言顺拿下亚莫西 大神官在拳王的面前告状 坦言赛亚人的存在会危害宇宙的平衡 以至于拳王打算将七个宇宙毁灭 却因为龙神萨拉玛生活在第七宇宙 以至于拳王最终只毁灭了六个宇宙 而亚莫西凭借强大的实力活了下来 但是却被拳王和萨拉玛联手封印 时间流逝转眼间就过去了一百亿年 并且时间线来到了格兰诺拉片 正好赶上弗利萨领悟黑金形态 悟空和贝基塔的最强形态 在黑金弗利萨面前没有招架之力 悟空和贝基塔为了能对抗弗利萨 于是邀请布罗利加入自己的队伍 最终三人开始在破坏神星球上修炼 这天预言于突然做了一个惊天噩梦 告知维斯神明的统治有可能迎来终结 而这一切的祸端正是从第六宇宙开始 于是维斯叫来悟空和贝基塔 让两人带着布罗利前往第六宇宙查看 只见在第六宇宙的某个山洞里 盘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并且身上散发出的白色气场 竟然和悟空领悟的自在极异功一模一样 此时悟空等人已经来到山洞外 悟空对着山洞喊话让里面的人出来一见 当老人出现时我们震惊地发现 这名老人的身后竟然有一条尾巴 悟空很疑惑地询问对方是什么人 难道是第六宇宙的赛亚人不成 老人坦言自己也快忘记自己叫什么了 很多年前有人称呼自己为师祖 也有人称呼自己为是神者 而自己真正的名字叫做亚莫西 与此同时在沙拉达行星上 这里是第六宇宙赛亚人的皇宫 眼前这位正是第六宇宙赛亚人的王 沙拉达王召集了实力强大的三名护卫 坦言我们的先祖亚莫西已经苏醒 可如今的世界已经是神权的天下 所以沙拉达王打算阻止亚莫西推翻神权 如果自己回不来了就让三人选出新王 说完沙拉达王爆发出无比惊人的气息 瞬间就变成超级赛亚人形态 可没想到沙拉达王深藏不露 竟然也掌握了破坏神之力 和贝极塔一样领悟了自我记忆 另一边亚莫西因为刚刚苏醒 想见识一下现如今的赛亚人有多强 布罗利和贝极塔选择先观望 悟空则是打算试探一下亚莫西的实力 能和自己的先祖交手 悟空感到十分的兴奋 这时悟空询问亚莫西 为什么出现在第六宇宙 并且从亚莫西身上感觉到神的气息 亚莫西告知悟空在两亿五千年前 赛亚人一族乃是宇宙中的霸主 因为自己恰巧得知宇宙中存在其他宇宙 于是自己率领赛亚人一族入侵其他宇宙 悟空听到这话无比的震惊 赛亚人竟然强大到这种地步 随后亚莫西继续告知悟空 在自己的带领下赛亚人占领了六个宇宙 最终亚莫西的行为引起了拳王的注意 于是拳王直接出手毁灭了六个宇宙 亚莫西凭借强大的实力成功逃离 因为深知拳王的强大选择了隐忍 如今亚莫西神功大成 是时候卷土重来推翻神权的统治 善良的悟空是不赞成爆发征战的 所以劝导亚莫西放弃这个想法吧 亚莫西已经不想和悟空这个后背废话 悟空朝着亚莫西快速冲去挥出一拳 因为悟空也知道要想阻止亚莫西 就必须先将亚莫西打败才行 亚莫西的强大让悟空不得不选择后退 随后悟空一声怒吼直接变成超蓝形态 面对超蓝的气息亚莫西纹丝不动 悟空坦言自己一定会阻止这个战争的 亚莫西告诉悟空谁的拳头大谁说的算 只见悟空对着亚莫西疯狂地挥舞拳头 但是亚莫西只用一只手指头全部接下 可见亚莫西的实力有多强大 难怪能带领塞亚人占领六个宇宙的人 此时悟空的神情也开始变得无比凝重 随着悟空不断地输出 两人的身影被浓烟包裹看不清情况 当浓烟消散后看到亚莫西依然站在原地 这时悟空踢出一脚亚莫西依然纹丝不动 突然亚莫西朝着悟空挥出了一拳 超蓝形态的悟空感觉身体都要散架了 连一拳都没能扛下就被打趴下 贝吉塔和布罗利询问悟空要不要帮忙 悟空艰难地说出自己还能继续战斗 战起身来的悟空变回常态的模样 当悟空再次握紧拳头时 悟空已经施展出自在吉异弓 强大的气息让悟空的身上雷光闪烁 然而这还不是完美状态的自在吉异弓 这时悟空一声怒吼变成完美自在吉异弓 可即便如此亚莫西的神情依然没有变化 悟空还以为亚莫西被自己吓到了 坦言这是天使一族的神之计 可没想到亚莫西却告知悟空今天内幕 发明自在吉异弓的人不是天使而是自己 当初拳王之所以对自己出手 其中是因为大神官暗中推波助澜 因为大神官看中了自己的自在吉异弓 愤怒的悟空根本不相信亚莫西的话 对准亚莫西直接凝聚规派气弓 亚莫西对悟空有了爱才之心 因为很少有人能领悟自在吉异弓 反观悟空可不知道亚莫西的想法 只见规派气弓正面击中亚莫西 随着悟空不断加大输出活力 攻击亚莫西的规派气弓最终被引爆 这样的规派气弓已经是悟空全力的一击 可没想到亚莫西有烟无伤 甚至在身上都没看到一丝伤痕 看到这一幕的悟空无比的震惊 亚莫西告知悟空自在吉异弓 本来就是自己发明的招数 用自己的招数来打自己自然没用 此时的悟空终于有点相信亚莫西的话 这时亚莫西趁热打铁 让悟空加入自己一起推翻神拳 虽然悟空有点相信亚莫西的话 但是悟空依然保持自己的立场 说完悟空又朝着亚莫西挥出一拳 看着一根筋的悟空亚莫西失去了耐心 随后手掌对准悟空凝聚一枚大波 紧接着金色的大波直接将悟空轰飞 没想到亚莫西随手放出的大波 威力比起悟空全力一击还要惊人 远处的贝基塔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因为自在吉异弓的悟空已经被打回常态 并且悟空已经失去了意识昏迷了过去 就在这时沙拉达王终于赶到了战场 沙拉达王一上来就祝贺亚莫西神功大成 这时亚莫西却询问沙拉达王 来这里也是为了阻止自己的忙 沙拉达王告知亚莫西 自己从小就很崇拜仙祖 所以一直想和仙祖交手看看 于是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一触即发 因为沙拉达王同样掌握了破坏之力 如今的亚莫西还没有恢复到巅峰 不想在沙拉达王身上浪费体力 所以亚莫西直接朝着拳王宫殿飞去 亚莫西走后布罗利拿出最后一颗仙豆 此时的贝吉塔有些生气 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仙豆了 但是贝吉塔看着重伤昏迷的悟空 如果不吃下仙豆恐怕有生命危险 随后贝吉塔吐槽悟空如此不堪一击 竟然被对手的随便一击打成这样 但是贝吉塔是刀嘴豆腐心 还是将仙豆喂给悟空吃 悟空吃下仙豆后立马醒来 坦言自己没想到这最后一颗仙豆 贝吉塔竟然愿意拿给自己吃 同时也告知贝吉塔亚莫西的强大 自己在亚莫西面前显得无比的渺小 愤怒的贝吉塔怒骂悟空 你现在的模样简直是给塞亚人丢人 无论对手是谁最终都会被我打败 悟空虽然不说话表情却说明了一切 内心吐槽贝吉塔是不知道亚莫西的强大 很快亚莫西就来到了拳王的宫殿外 并且在来的路上亚莫西恢复了巅峰战力 模样上已经从老年变成青年 大神官身为拳王的大管家 只能挺身而出迎战亚莫西 亚莫西坦言大神官不是自己的对手 赶紧让拳王和萨拉玛出来迎战 打不打得过交手后才知道 说完大神官就施展出自在疾异攻 吴宇伦彼得的气息冲天而起 但是亚莫西却丝毫没有动容 很快大神官的暴气结束了 坦言这就是自己全力以赴的状态 说完大神官对着亚莫西发起了猛攻 实打实的拳头打在亚莫西的身上 但是大神官也挨了一拳 此时的拳王神情有限凝重 让身边的两名侍卫随时准备出手 只见大神官被亚莫西踩在脚下 亚莫西喊话拳王不要让手下送人头 自己的实力拳王最清楚不过 说完亚莫西就放出大波攻击拳王 一声巨响拳王的位置被大波轰炸 然而当烟雾散去后看到 两名侍卫用防护罩保护了拳王 侍卫震惊亚莫西的实力还是如此强大 这是我们看到拳王额头上的印记闪烁 原来是拳王打算和两名侍卫进行合体 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从拳王的位置爆发 最终我们看到拳王的模样变了 原来这才是拳王真正的模样 因为拳王的力量过于强大的原因 不得不将部分力量分化出来 而分化出来的力量就变成了两名侍卫 这时亚莫西询问拳王萨拉玛 单凭拳王你一个人是无法打败我的 拳王吐槽亚莫西还是如此狂妄 经历了一百亿年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强了 说完拳王的拳头和亚莫西激烈的碰撞 强大的冲击直接将次元空间打破 瞬间就变成粉碎化作宇宙中的尘埃 即便是身处第七宇宙的地球 都受到这股能力的影响 而悟空也感知到拳王的气息 疑惑拳王正在和谁战斗呢 反观此时的拳王宫殿上烟雾弥漫 烟雾散去后看到亚莫西正在凝聚大波 只见大波还在不断地变大 最终大波和拳王的宫殿一样大 此时的拳王神情无比凝重 无法挡住大波12个宇宙都会毁灭 所以面对亚莫西扔出的超级大波 拳王没有选择闪躲和后退 而是选择正面扛下这个大波 随着亚莫西不断输出火力 拳王用自己的力量将大波引爆 无与伦比的爆炸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最终12个宇宙在拳王的努力下 都没有被这次爆炸中毁灭 但是拳王所在的宇宙就遭殃了 就连拳王自己的宫殿都被摧毁了 并且我们看到拳王已经受了重伤 反倒是亚莫西依然处于满血的状态 拳王休息一会 自己会给拳王争取恢复的时间 这时亚莫西吐槽又有杂鱼过来送人头 明知是死路还要走真是鱼不可及 维斯倒是很坦荡自己的死会很有价值 比鲁斯更是坦言死了就可以一睡到底 维斯夸赞比鲁斯竟然有这样的觉悟 说完维斯和比鲁斯纷纷爆发出权力 亚莫西疑惑现在的人都不怕死了吗 只见维斯以一只手指头施展王子战法 比鲁斯实力稍微弱些需要双手施展 无数的大波击中亚莫西所在的位置 最终亚莫西被浓烟包裹 但是比鲁斯的神情却无比凝重 果然有烟无伤的定律一直都有效 就连维斯看到这一幕都震惊了 只见比鲁斯朝着亚莫西冲来 亚莫西却站在原地任由比鲁斯攻击 看着比鲁斯的攻击没能起到效果 维斯也加入阵营和比鲁斯一起攻击 然而亚莫西却稳如泰山 反倒是亚莫西一拳轰飞维斯 随后又是一拳将比鲁斯打趴下 这时亚莫西凝聚大波打算杀死维斯 拳王想阻止却有心无力 这时巴朵斯出现在维斯的面前 看来在关键时刻还是姐姐靠得住 只见巴朵斯帮助维斯挡下大波 维斯见状自然不会让姐姐孤军奋战 但是亚莫西的实力实在过于强大 即便是巴朵斯和维斯联手 面对亚莫西的大波坚持不到十秒钟 一声巨响传来巴朵斯和维斯不知生死 与此同时悟空已自在疾异弓的形态 直接横跨宇宙朝着拳王宫殿飞来 反观此时的拳王已经无力再战 就连大神官都还倒在地上无法站起 这时亚莫西直接抓住大神官的脖子 坐在石头堆上就像一尊帝王 而大神官就像胜利者的战利品 脚底下就是巴朵斯和维斯 可见没有萨拉玛的帮助 就在拳王都感到无能为力时 悟空终于来到拳王的身边 并且悟空还拿出一颗仙豆 告知拳王吃下仙豆就能满血恢复 说完悟空就将仙豆放到拳王的手里 拳王二话不说将仙豆吃下 不得不说仙豆的强大对拳王都有效 原本重伤的拳王如今已经满血恢复了 可即便如此依然不是亚莫西的对手 所以悟空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和拳王进行合体 按理说悟空身为一个凡人 是没有资格和拳王这样的至高神合体的 但是为了打败亚莫西拳王同意合体 只见两人通过姿势进行了融合 无比强大的气息让整个宇宙为之震动 此时的亚莫西都为之动聋了 因为这股气息实在是太强大了 只见悟空和拳王已经合体成功 有头发的悟空和没头发的拳王合体 最终依然是保留了头发 但是身体的肤色却变成拳王的模样 大家觉得悟空和拳王合体后叫什么名字 是叫悟空王还是叫拳王悟空 欢迎大家把名字打在宫廷上 反观此时的大神观看到了希望 认为亚莫西的末日到来了 但是亚莫西并没有因此胆怯 而是来到悟空的面前 坦言悟空确实让自己感到一丝威胁 可单凭这点实力还不足以打败我 悟空听到这话讽刺亚莫西故作镇定 坦言亚莫西现在肯定是慌的一批 听到这话的亚莫西很是生气 仿佛是被悟空说中了 于是亚莫西愤怒地朝悟空挥出一拳 结果悟空双手张开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并且悟空面带微笑 吐槽亚莫西是给自己挠痒痒 此时的亚莫西无比的愤怒 不然自己会不小心一拳将你打死 亚莫西又挥出一拳依然无法撼动悟空 这时轮到悟空开始反击了 对准亚莫西施展出连续普通拳 只见亚莫西根本无法闪躲 悟空的拳头全部击中亚莫西 随着悟空的拳头不断地挥出 亚莫西直接被悟空轰飞到一颗星球上 烟雾散去看到亚莫西终于受伤了 但是悟空知道亚莫西不会轻易被打败 果不其然亚莫西刚才还没有拿出权力 只见亚莫西一声怒吼力量正在快速提升 没想到亚莫西竟然激发了巨猿之力 拥有最纯粹血脉的亚莫西 激发巨猿之力后战斗力能提升100倍 此时的悟空也被震惊到了 没想到亚莫西竟然还有如此惊人的力量 只见亚莫西凭借强大的力量 竟然凝聚出一道大猩猩的化身 并且大猩猩施展一招口中炮攻击悟空 即便是悟空也只能坚持数秒 很快悟空就被大猩猩的攻击轰出宇宙 原来这才是亚莫西真正的实力 脸前这只大猩猩竟然是法天相帝 然而当烟雾散去后我们震惊地看到 悟空竟然也凝聚出一道神龙化身 接下来将是法天相帝的较量 是大猩猩厉害还是神龙更厉害呢 只见亚莫西将大猩猩的力量融入体内 悟空见状也将神龙的力量融入体内 此时的亚莫西被一股红色的火焰包裹 实力比起之前已经提升了100倍 突然悟空和亚莫西挥出各自的拳头 两人的激烈碰撞瞬间打破次元屏障 所处的星球更是直接爆炸 就连12个宇宙都因为这股冲击被毁灭 还真应验了一句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无数的生灵在这一刻都灰飞烟灭 因为亲朋好友的死亡让悟空愤怒 正所谓克林寄天悟空法力无边 此时的悟空再次突破极限 这是超级赛亚人100形态 和自在吉异宫100形态的结合 无与伦比的力量让亚莫西感到害怕 最终悟空成为了真正的创世神 凭借强大的力量一念创造万物 原本被毁灭的12个宇宙 在悟空一念之间瞬间恢复 此时的悟空已经强大到令人窒息 悟空甚至都不需要出手 只用散发出来的强大气息 我们就看到此时的亚莫西 已经倒在地上没有任何气息 可见悟空和拳王合体之后 竟然将凡人和神明的力量合二为一 如今的悟空可以称得上是宇宙无敌了 悟空竟然再次变成金色的大猩猩 但是悟空这次并不是变成超四形态 而是超四之上在之上的超级赛亚人6 就在加斯成为宇宙最强战士的时候 弗力萨突然出现并且展现惊人的实力 只用一招就贯穿加斯的身体 最终宇宙最强的战士倒下了 弗力萨成为新的宇宙最强战士 即便是悟空和贝极塔的最强形态 同样被黑金弗力萨轻松秒杀 为了预防弗力萨再次入侵地球 悟空和贝极塔再次请求维斯指导自己 维斯则是先看看贝极塔现在有多强 然后再根据实力制定修炼计划 悟空则是在一旁认真的观战 反观贝极塔已经变成破坏神形态 让维斯不要手下留情尽管放马过来 只见维斯一副认真的神情 坦言还是贝极塔你放马过来吧 说完贝极塔就朝着维斯疯狂地输出 虽然贝极塔此时已经是破坏神形态 但是维斯常态下就是自在集异攻模式 理智于贝极塔的攻击起不到任何作用 反观比鲁斯也很关注这场战斗 毕竟破坏之力可是自己传给贝极塔 要是贝极塔轻松被维斯打败 自己岂不是显得很没面子 没想到比鲁斯的担心成真了 维斯只用一拳就把贝极塔打回常态 这时维斯夸赞贝极塔变强了许多 但是在力量的掌握上还不是很熟练 因为破坏之力讲究破坏为主 贝极塔明显还没有掌握这个要力 此时的悟空神情无比凝重 没想到贝极塔如此轻易就败了 这时维斯让悟空上场 看看悟空这段时间是否有进步 悟空不用打也知道自己打不过维斯 因为贝极塔的实力几乎和自己相当 维斯询问悟空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吗 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去赏月了 维斯的话让悟空心头一震 原来今天竟然是满月的日子 并且悟空的尾巴再次长了出来 只见悟空的呼气声变得有些急促 紧接着悟空直接变成一只金色大星星 不同于龙珠GT中的金色大星星 因为眼前这只大星星长出了头发 并且身上还散发出一股属于神的气息 看着眼前的大星星维斯没有打断 随着大星星的气息不断地提升 悟空开始逐渐地找回理智 模样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此时的比鲁斯无比的震惊 因为悟空的气息竟然不比自己多 只见悟空已经从大星星状态变回人形 结果却不是超似形态的黑色头发 体毛全部变成了金色模样 看上去显得更加的霸气 此时的维斯已经不淡定了 没想到悟空竟然还隐藏这样的力量 因为悟空有自在疾异宫作为基础 所以悟空的力量已经超越了超四 甚至已经达到超五形态的极限 如今因为尾巴再次长出来的原因 巨猿的力量再次觉醒 直接让悟空变成超级赛亚人六形态 比鲁斯坦言悟空的实力已经超越了自己 就连维斯也感觉到现在的悟空 实力已经达到间隙天使的水准 戒王神戒的戒王神都惊呆了 就连老戒王神都震惊悟空的潜力 反观此时的悟空信心大增 觉得自己已经能和维斯一较高下了 维斯也夸赞悟空确实不错 超六形态的力量超出自己的想象 可怜的贝基塔一脸愤怒的神情 没想到刚和悟空来到同一起跑线 下一秒自己又被悟空甩了几条街 这次维斯选择主动出手凝聚大波 超六的悟空站在原地不动 任由维斯的大波正面击中自己 威力强大的大波直接将悟空吞没 很快比鲁斯的宫殿上就传来一声巨响 此时的比鲁斯脸色无比难看 因为烟雾散去后我们看到 被维斯大波击中的悟空竟然毫发无损 平时爱笑的维斯此时都笑不出来了 悟空坦言维斯只有这种程度的话 是很难打败自己的 说完两人挥出各自的拳头激烈的碰撞 两股强大的力量所产生的冲击蔓延四周 很快破坏神星的次元空间直接被打破 悟空和维斯已经来到次元之中 紧接着一股无比强大的冲击袭来 整个第七宇宙都受到严重的波及 很快我们看到比鲁斯的宫殿被毁了 就连比鲁斯都被这股冲击打成重伤 反观此时的悟空依然神采异 看上去一点受伤的迹象都没有 反倒是维斯的衣服都破烂了 比起悟空就显得有些狼狈了 可见超六的悟空已经不弱于维斯了 白神形态的悟空竟然被囚禁了 并且还是囚禁在精神世光屋中 反观未来世界的特兰克斯 比鲁斯的星球打算借助拳王召唤器前往拳王的宫殿 就是为了让拳王举办第二届力量大赛 因为悟空觉得第一届力量大赛上 还有四个宇宙没有参加比赛 想必这个四个宇宙中存在厉害的强者 再加上如今的第七宇宙强者辈出 有自在吉异宫的自己 还有自我吉异的贝吉塔 以及刚加入的布罗利 还有领悟新形态的野兽孙无反 以及领悟新形态的橙色笔克 以及睡垢的胖泵等等 足以和四个宇宙的强者对抗 但是比鲁斯深知四个宇宙的强大 如果第七宇宙战败有可能会被抹除 于是比鲁斯直接变成战斗形态 首次拿出百分之百的力量 趁悟空不注意直接将悟空打晕 但是比鲁斯想到悟空一旦苏醒 同样可以通过召唤器前往拳王宫殿 以至于比鲁斯不得不将悟空 困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 于是就看到了刚开始的一幕 悟空之所以被囚禁在精神时光屋 就是比鲁斯为了防止悟空搞事情 然而比鲁斯不知道因为自己的行为 导致孙悟范因此被弗丽萨杀死 因为大特在维斯的帮助下回到未来 却因为未来世界已经被拳王毁灭了 所以大特回到了扎马斯出现之前的时间线 虽然大特凭借自身的实力打败了扎马斯 但是我们也知道主世界发生的事情 在未来世界大概率也会发生 以至于未来世界的弗丽萨同样复活了 然而和主世界不同的是 未来世界的弗丽萨复活后没有立马复仇 而是修炼了十年的时间 不但领悟了黄金形态 同时还领悟了更强的黑金形态 以大特的实力根本不是对手 所以贝吉塔带着布罗利等人前去支援 结果贝吉塔被弗丽萨杀死 就连刚加入的布罗利也战死了 橙色比克也被打回常态死去 就连刚领悟野兽形态的孙悟范也死了 看着孙悟范被黑金弗丽萨踩在脚下 此时的大特没想到悲剧再次上演 曾经的独臂孙悟范已经离去 如今好不容易成为学者实现理想 自己打心底为其感到高兴的悟范又死了 愤怒的大特紧紧地握住自己的拳头 歇斯底里的怒吼让大特的气息不断变强 可以看到大特的肌肉开始膨胀变大变粗 黑金弗丽萨也被这一幕震惊到了 因为大特的气息逐渐接近自己 这时我们看到大特开始发生了变化 眼睛已经完全变成白色模样 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冲天而起 这股气息已经超越了自在疾异宫 整个地球都因为这股气息不断地颤抖 这时我们又看到大特爆发的气场 直接从白色变成紫色的模样 此时的黑金弗丽萨已经看傻眼了 因为眼前的大特变成了新形态 虽然身体上没有长出毛发 但是气场上却能看出有两种颜色 并且大特的眼睛变成了红色 这点和野兽孙悟范有点相似 再者就是大特的头发变成了白色 这和悟空的自在疾异宫有些区别 应该是大特领悟了自己的专属形态 就像孙悟范的神犯形态和野兽形态一样 反观此时的黑金弗丽萨却笑了 坦言大特临死之前还能给自己一点惊喜 说完黑金弗丽萨朝着大特快速冲去 随后挥出一拳打在大特的脸上 但是大特却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反倒是大特将弗丽萨甩到空中 紧接着双手放出一个超级大波 黑金弗丽萨没能躲开被正面击中 随后地表上就引发一场剧烈的爆炸 当烟雾散去后看到 此时的黑金弗丽萨只剩下上半身了 不得不说大特果真是不会浪的战士 丝毫不给弗丽萨任何反扑的机会 随后手掌又凝聚一个大波 弗丽萨又体验了一次核爆的威力 随着爆炸声传来弗丽萨也被杀死了 可见大特此时的实力已经超越了悟空 黑金弗丽萨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自在疾异攻的悟空和贝基塔 直接被黑金弗丽萨一招秒杀 如果弗丽萨再次入侵地球 以野兽形态的孙悟范 以及橙色形态的比克 再加上刚加入的布罗利 以及悟空和贝基塔几人 能否将黑金弗丽萨打败呢 这天弗丽萨的飞船再次来到地球 弗丽萨这次没有带上自己的小弟 单枪匹马就赶来到地球复仇 此时的地球上只有孙悟范和比克 弗丽萨询问悟空和贝基塔哪去了 回应弗丽萨的却是比克的大波 虽然大波击中了弗丽萨所在的飞船 但是孙悟范的神情却无比的凝重 突然弗丽萨出现在比克面前 来不及反应的比克被大波击中 一道紫色的光柱在空中爆炸 就连孙悟范都慢了一拍才反应过来 烟雾散去发现比克并无大碍 可见领悟新形态之后比克变强了许多 就连弗丽萨都夸赞比克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可即便如此也不是我的对手 弗丽萨还放出狠话 接下来自己会残忍地杀死比克 听到这话的孙悟范一股怒气酝酿而生 为了不让悲剧再次上演 孙悟范的力量再一次觉醒 直接从神犯形态瞬间变成野兽形态 只见野兽形态的强大气息冲天而起 因为这是孙悟范第二次变成野兽形态 对于力量的掌控更加得心应手 所以实力比起之前更加的强大 此时的弗丽萨也没想到 就连孙悟范的力量都获得了提升 坦言赛亚人真是一个可怕的种族 自己将会在今天将赛亚人彻底灭祖 听到这话的孙悟范不会让弗丽萨得逞 坦言自己将会把弗丽萨打败 弗丽萨丝毫不把孙悟范放在眼里 甚至把孙悟范当成热身运动 孙悟范也不生气 自己会用实力让弗丽萨后悔说这话 只见孙悟范朝着弗丽萨挥舞拳头 弗丽萨不甘示弱全部将其挡下 目前来看两人的实力不相上下 突然孙悟范一拳将弗丽萨轰飞 看着如此轻易就被自己打趴下的弗丽萨 孙悟范吐槽弗丽萨的嘴上功夫 比起实际功夫差远了 站起来后的弗丽萨嘴角微小 坦言孙悟范过于自信 这种程度的攻击只配给自己挠痒痒 但是弗丽萨很不喜欢孙悟范得意的模样 坦言自己接下来会稍微的认真一点 说完弗丽萨双手齐发施展出王子战法 孙悟范没有硬扛一路狂奔 弗丽萨的大波始终没能追上孙悟范 但是弗丽萨的大波源源不断的攻击 不到一分钟周围就变成一片火海 不得不说弗丽萨的瞄准能力有点不行 孙悟范就站在原地都没有被大波击中 这时弗丽萨朝着孙悟范快速冲来 看着弗丽萨一路飞驰而来 孙悟范没有选择躲避而是正面交锋 这将是一场力量上的比拼 孙悟范和弗丽萨都拿出吃奶的力气 只见孙悟范吼声越大力量就越强 弗丽萨却是紧闭嘴巴 能输了士气同样怒吼 这种高端的战斗比克无法插手 只能躲在远在观望默默祈祷 这时孙悟范对着弗丽萨疯狂的输出 处于被动的弗丽萨只能闪躲无法还手 随着孙悟范的攻击逐渐缓慢 弗丽萨也找到了机会开始反击 两人激烈的交手传来一声声巨响 只见在夜晚的星空下有两道身影 不断地闪现快速切换交手的位置 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碰撞声连绵不绝 双方都在尝试着寻找对方的破绽 可一番交手始终找不到破绽 于是两人停止了无用的战斗 孙悟范打算施展魔罐光纱炮 毕竟这可是能打败杀戮的绝招 所以孙悟范打算以此和弗丽萨一决胜负 只见魔罐光纱炮的光芒冲出岛屿 弗丽萨虽然被轰出千米之外 却没有被魔罐光纱炮瞬间打败 孙悟范见状开始加大输出火力 威力更强的魔罐光纱炮迎面而来 即便是黑金弗丽萨也没有扛下 整个身影瞬间就被吞噬 魔罐光纱炮的耀眼光芒直接冲出地球 这时孙悟范也停止了对弗丽萨的输出 因为感知到孙悟范和弗丽萨的强大气息 悟空通过瞬间一动带着贝基塔赶回地球 可就在这时弗丽萨一招回手套 手臂瞬间就贯穿了孙悟范的身体 看到这一幕的比克发出愤怒的咆哮声 看着被弗丽萨贯穿身体的孙悟范 此时的悟空也大为震惊 身体被贯穿后的孙悟范 气息已经变得很微薄随时会死去 这时弗丽萨笑着和悟空说道 这是我送给你的见面了 愤怒的悟空握紧拳头 还没开打就进入了暴衣模式 即便如此也不是黑金弗丽萨的对手 借王神剑撞急忙摘下耳环 虽然贝基塔一万个不愿意合体 但是面对悟空的请求和敌人的强大 贝基塔最终还是选择戴上耳环 这将会是悟空和贝基塔的最强合体 当两人合体的瞬间紫色的光芒冲天而起 可以看到贝基特此时的状态 同时具备了破坏神之力和天使之力 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一触即发 只见弗丽萨凝聚一枚盖亚能量跑 面对大波贝基特没有闪躲的意思 而是双手将大波接下才复合毕格 可即便是贝基特也不断在后退 贝基特的怒吼声没能带来一丝增幅 身影依然被大波不断地逼腿 看到这一幕的弗丽萨笑得很开心 自己终于能一血前耻了 可就在这时贝基特一声怒吼 不断后退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 随着贝基特的力量不断在增强 弗丽萨的大波达到了极限自动引爆 即便大波是在地球表面上引爆 奈何黑金弗丽萨的实力过于强大 导致爆炸的余波直接将地球变成火海 此时的弗丽萨以为贝基特被打败 然而当烟雾消散后看到贝基特没事 看到这一幕的弗丽萨很是震惊 这时贝基特对弗丽萨展开猛烈的反击 轮到弗丽萨开始反击时 贝基特双手插腰用腿挡下所有攻击 突然贝基特一拳挥出一拳打脸弗丽萨 随后贝基特又凝聚一枚破坏能量球 贝基特将能量球浓缩在手掌之中 毫无防备的弗丽萨直接被正面击中 可以看到弗丽萨的身体出现了裂痕 随着几声惨叫声传遍四周 贝基特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因为弗丽萨已经变回常态倒在地上 贝基特坦言弗丽萨确实强大 但比起自己还差了一点点 这时孙悟范让贝基特不要浪 赶紧给弗丽萨进行最后的补刀 没想到贝基特却觉得没必要 认为弗丽萨够不成什么威胁 一代浪王果然不是浪得虚秘 说完贝基特没有再理会弗丽萨 而是朝着孙悟范的方向走来 可就在这时弗丽萨站了起来 再次爆发出无比惊人的气息 贝基特回头一看有些震惊 没想到弗丽萨竟然留了一手 只见弗丽萨再次变成黑金形态 然而弗丽萨的气息还在不断提升 最终我们震惊地看到 弗丽萨进入了黑金形态的全功率 此时的贝基特再也无法淡定 因为弗丽萨的气息已经超越了自己 反观弗丽萨却很感谢贝基特 如果贝基特出手果断的话 自己就没有机会展现这股力量 但是贝基特坦言能打败弗丽萨一次 就能将弗丽萨打败第二次 所以贝基特依然对自己很有自信 让弗丽萨尽管放马过来吧 面对贝基特的盛情邀请 弗丽萨自然不会拒绝 于是朝着贝基特放出一个大波 贝基特觉得自己能扛下一次 同样能扛下第二次 所以贝基特依然没有选择闪躲 可随着弗丽萨不断加大输出火力 贝基特这次迎勾里翻船了被大波吞噬 并且弗丽萨的大波直接击中地球表面 可怜的地球没开二度又发生了一次核爆 但是当烟雾消散后 我们看到贝基特果真扛下了 弗丽萨吐槽贝基特果然耐扛 自己两次攻击都没能重伤贝基特 可就在这时贝基特突然解体 因为两次硬扛攻击消耗了大量体力 弗丽萨看到这一幕觉得这场战斗稳了 不再使用全功率而是变回普通形态 突然悟空趁机朝着弗丽萨施展规派气功 结果弗丽萨一个闪现就躲开了攻击 这让悟空无比的震惊 贝基特急忙来到悟空的身边 生怕被弗丽萨逐个击破 但是弗丽萨坦言即便悟空和贝基特联手 对自己已经无法造成任何危险了 贝基特吐槽弗丽萨是不是太狂妄了 不用卡卡罗特自己就能将你打败 没想到贝基特花一刚落就被打脸 贝基特只用一人一拳 就把自在疾异攻和自我疾异打败 面对弗丽萨悟空和贝基特毫无招架之力 最终贝基特被弗丽萨踩在脚下 而另一只脚下则是悟空 看到这一幕的孙悟范正在酝酿怒气 随后又看到轻爹笔克已经奄奄一息 而弗丽萨坦言自己接下来要杀死悟空 听到这话的孙悟范彻底怒了 肚子上的伤势竟然自动恢复 紧接着孙悟范觉醒了更加强大的力量 竟然长出一条白色的尾巴 并且孙悟范还变成了野兽形态 但是孙悟范的气息依然还在提升 随后我们看到孙悟范隐约变成巨猿形态 只不过在孙悟范的极度愤怒下 巨猿形态最终被人类形态压制 此时的孙悟范不但进入野兽形态全功率 甚至还获得了巨猿形态的十倍战力增幅 在气息上孙悟范已经不弱于贝基特 弗丽萨感受到孙悟范的强大也不敢大意 再次变成黑金形态全功率迎战 这场战斗谁会是胜利者呢 超级赛亚人到底有多少种形态 注意看这是超一形态的悟空 这是超二形态的悟空 这是超三形态的悟空 这是超四形态的悟空 这是超五形态的悟空 这是超六形态的悟空 这是超十形态的悟空 这是超一百形态的悟空 这是超一千形态的悟空 这是超一万形态的悟空 以上这些都是赛亚人的传统进化 然而自从龙珠超播出之后 赛亚人的进化又多了一条 注意看这是超神形态的悟空 这是超蓝形态的悟空 这是自在疾异弓形态的悟空 这是自在疾异弓一百形态的悟空 这些都是属于神之领域的进化 虽然悟空踏足神境却没有神位 以至于悟空的寿命越来越少 拳王希望悟空能一直活下去 所以给悟空一个宇宙监察使的神位 侍卫看到悟空成神后直接单膝跪地 足以说明监察使的地位不低 当比鲁斯和维斯得知消息后无比震惊 因为监察使的地位仅次于拳王和大神观 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根本无法让其他神明信服 所以维斯和比鲁斯两人 打算是一世悟空现在的实力 没想到悟空只是轻轻一拳就轰飞维斯 随后又是一拳又轰飞了比鲁斯 说明悟空现在的实力比起普通天使还强 比鲁斯知道自己已经打不过悟空了 但是身为破坏神的面子不能丢 于是比鲁斯和维斯做了个大胆的行为 两人竟然选择进行合体 这将是首力破坏神和天使的合体 一股神圣的气息席卷整个天地 由比鲁斯和维斯合体而成的维鲁斯诞生了 面对维鲁斯悟空不敢大意 毕竟合体带来的效果悟空最为清楚 只见维鲁斯的气息还在不断地提升 突然一股金色的光芒冲天而起 看来维鲁斯是打算一开始就拿出权力 很快维鲁斯的力量就提升到了顶点 金色的光芒也逐渐收入体内 只见维鲁斯冲向悟空挥出一拳 拳头带来的痛感让悟空神情凝重 随着维鲁斯的拳头不断袭来 不敢正面碰撞的悟空选择闪躲 虽然有自在疾异攻自带的闪躲技能 但是一直闪躲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悟空挥出一拳却被接下 反而让自己露出破绽挨了维鲁斯一拳 紧接着维鲁斯一脚将悟空踹飞 看样子悟空的实力在维鲁斯之下 这时维鲁斯对悟空进行疯狂的轰炸 当烟雾消散后看到悟空有些狼狈 但是维鲁斯却没有高兴起来 反而神情严肃看着前方 因为悟空承受了刚才猛烈的攻击后 气息竟然没有一丝的下降 突然悟空朝着维鲁斯挥出一拳 紧接着又挥出第二拳 没想到悟空转眼之间就扭转了局势 紧用两拳就把维鲁斯打出内伤 原来是因为悟空刚刚成神 还没有适应神的力量 如今因为和维鲁斯的战斗 让悟空对神之力的运用更加熟练 因为悟空和维鲁斯的激烈战斗 导致12个宇宙都因此受到了影响 其他破坏神感受到这股力量后 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刚成神的凡人 甚至有些破坏神觉得 光是战斗的余波就能杀死自己 幸好战斗的地点是在拳王的宫殿上 换成其他地方早就被余波湮灭了 反观此时的悟空越战越强 已经能和维鲁斯不相上下了 但是维鲁斯怎么说也是老牌神秘 悟空要想将其打败还是有些困难 反观维鲁斯要想打败悟空 同样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随着两人战斗的余波越来越强 其他宇宙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 老鼠破坏神此时很是高兴 终于出现能让比鲁斯吃饼的人了 小丑破坏神通过水晶球看着这场战斗 有点想和悟空过上几招的冲动 反观大神观一脸镇定 因为这场战斗在自己眼里就是过家家 此时的悟空也知道继续战斗下去 两人也很难分出胜负 所以悟空打算施展自己最强的底牌 只见悟空将自己的双手举起 没想到悟空竟然要凝聚元气弹 以悟空如今宇宙监察使的身份 所凝聚的元气弹已经涵盖整个第七宇宙 只见布罗利将自己的元气贡献出来 那每克星人听到悟空的召唤后纷纷帮忙 悟空头上的元气弹逐渐变大 维鲁斯剑状并没有出手阻止 在第七宇宙元气最多的地方还得是地球 只见龟仙人和克林献出全部的元气 孙悟范直接变成神范形态献出元气 李克同样将自己全部的元气贡献出来 贝吉塔也知道这是一场重要的战斗 所以贝吉塔没有吝啬也贡献出元气 然而单凭第七宇宙的元气还远远不够 于是悟空调动了十二宇宙的元气 和悟空关系好的人都献上一份元气 吉连同样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十二个宇宙的元气全部汇聚在一起 这将是一颗史无前例的元气带 维鲁斯剑状已经不淡定了 终于打算出手打断悟空继续凝聚 但是悟空的元气弹已经凝聚完成 维鲁斯剑状只能和悟空硬刚一下 只见维鲁斯爆发出全部的力量 也无法将元气弹逼退半步 随着悟空不断加大力度 元气弹不断朝着维鲁斯推进 这时悟空一声怒吼传来 维鲁斯的大波彻底被元气弹吞噬 紧接着一声巨响传遍十二个宇宙 我们看到拳王的宫殿变成了废墟 维鲁斯已经被打得解体 看来这场战斗是悟空获胜了 龙珠中的悟空总是喜欢在人前显胜 竟然在贝吉塔的弟弟面前变成超赛 想当初悟空在波欧的面前变成超三 随后又在孙悟天和特兰克斯面前 再次变成超三从而捕获两位小迷地 龙珠超中又在大特的面前变成超三 瞬间让大特有种莫名的安全感 力量大赛上悟空再次变成超三 直接让卡利弗拉两眼放光崇拜至极 然而悟空这次人前显胜的对象 竟然是贝吉塔的亲弟弟塔布尔 久违的探测器爆表场面现世反场 原本塔布尔是来求助清歌贝吉塔 如今风头却都被悟空抢走了 故事的时间线发生在刚打完波欧之后 为了庆祝自己再次成为救世主 撒旦宴请了悟空等人前来大吃一顿 可以看到消失已久的蓝旗也出现了 并且还是和孙悟范坐在一桌 然而就在这时有两艘熟悉的飞船 降落到地球上的某个山大拉里 对方不但带着战斗力探测器 甚至还有尾巴说明是塞亚人 里克的神情有些凝重 克林和18号也感知到强大的气息 反观贝吉塔则是若有所思的模样 很快众人就来到门外刚好看到 对方是一位塞亚人和拳王的远方亲戚 没想到这名塞亚人贝吉塔认识 并且对方喊贝吉塔哥哥 这让众人都感到一丝震惊 原来这名塞亚人名叫塔布尔 虽然是贝吉塔的弟弟却不喜欢战斗 所以很小的时候就被贝吉塔王送走 因为自己的星球被弗利萨的手下入侵 所以才来到地球求助亲哥哥 听到这话悟空兴奋地询问对方强不强 没想到塔布尔以外貌取人查探悟空 坦言悟空实力太弱不是对手 听到这话的悟空就不高兴了 打算在塔布尔面前装逼一下 瞬间就变成超赛形态 因为有雷光闪烁所以是超二形态 塔布尔的探测器直接爆表 见到悟空的强大之后 贝吉塔有点不淡定了 坦言这是自己的家事不用悟空管 但是悟空可不会错过战斗的机会 于是两人开始争执到底由谁出手 没想到特兰克斯和孙悟天也来凑热闹 克林也想参加却被18号打击了 孙悟犯健壮也打算加入 就连龟仙人也想活动活动筋骨 就在这时悟空想到一个好办法 随后带着众人顺移到包子山 悟空打算以自家萝卜进行一场比赛 谁拔出的萝卜肠就由谁来出战 克林率先拔出一个萝卜 没想到和自己一样短小 随后是贝吉塔的萝卜 紧接着是龟仙人的萝卜 只有孙悟天的萝卜毕竟长 不服输的贝吉塔让特兰克斯好好找 只见特兰克斯拔出的萝卜很小 但是萝卜的根筋却无比的长 这根筋足足长到半山腰 如此一来这次比赛是特兰克斯获胜 这时拳王的亲戚过来向特兰克斯道谢 随后塔布尔向告知贝吉塔 眼前这位正是自己的妻子 这还是孤立第一次见到大舅哥 所以很有礼貌地向贝吉塔打招呼 此时的龟仙人都吐槽 塞亚人的老婆果真都是绝品 就在这时两艘飞船来到宴会举办地点 悟空也及时施展瞬间一动 带着众人回到了宴会举办地 从飞船中走出两名红胖子和蓝胖子 他们分别叫做卡多和卡波 此时的特兰克斯迈出六亲不认的步伐 这时悟空让孙悟天跟上特兰克斯 贝吉塔怒骂悟空不讲武德 还好有步马中间调节 这时蓝胖子通过探测器 发现两人的战斗力只有一千 看着远处的蓝胖子和红胖子 贝吉塔终于想起对方的身份 是比金纽特战队还要强大的精英 结果却被孙悟天和特兰克斯轰飞 随后又被两人一招扣杀从空中击落 悟空直接搬来凳子坐着看戏 孙悟范等人丝毫没有任何危机感 这时红胖子和蓝胖子施展分身之术 孙悟天和特兰克斯瞬间落入下风 看不下去的孙悟范过来指点两人 得到指点后两人瞬间破解分身之术 可没想到蓝胖子和红胖子还有绝招 两人竟然能进行合体 这模样简直就是变胖后的灭霸 但是孙悟天和特兰克斯没有害怕 因为两人同样掌握合体招数 然而因为许久没合体的原因 导致合体失败同样变成大胖子 30分钟后两人再次进行合体 这次没有出现意外合体成功了 只见悟天克斯施展狼牙疯疯拳 对着灭霸展开疯狂的攻击 随后更是将灭霸轰到空中 这时悟天克斯变成超赛形态 又是一拳将灭霸狠狠轰飞 众人以为战斗就此结束了 可没想到灭霸竟然要欲视剧粉 随后双手凝聚一枚绿色的大波 然而这枚大波不是用来攻击 而是充当一个扩充器 喷出的火焰化作无数的小丸子攻击四周 悟天克斯赶紧过来保护舅舅 眼看18号和女儿有危险 克林施展久违的绝招气圆斩 直接将圆球一分为二化解危机 另一边布马也遇到了危险 没想到不是贝极塔赶过来 而是雅木查赶到施展出操气弹 反观龟仙人果真是将老的辣 保护妹子的同事不忘吃豆腐 这时悟空和贝极塔终于出手了 没想到悟空竟然学聪明了 告知贝极塔你的钱包掉了 随后悟空快速来到大波面前变成超赛 紧接着施展出龟派气功将大波抵消 悟空则是趁机上冲给了灭霸一拳 就这样这场战斗让悟空画上了句号 接下来就是悟空和贝极塔的吃饭时间 没想到蓝胖子和红胖子没有死 并且喜欢上悟空家的萝卜 这时悟空把贝极塔最爱的寿司吃了 愤怒的贝极塔也把悟空的叉烧吃了 因为食物的原因两人怒开超赛形态 就这样这场短暂的聚会在欢乐中结束 混血赛亚人并不是越往后越强 悟空的曾孙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当初悟空和神龙离开地球之后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百年 众多熟悉的面孔也一一离世 此时的小芳也已经变成了老奶奶 悟空也已经成为曾祖父的人了 这个长相和悟空一模一样的人 正是悟空的曾孙子小悟空 只见小芳指导小悟空掌握平衡感 当初悟空在孢子山上居住时 在原木上行走如履平地 反观小悟空就像风一样的男孩 最终直接被原木从身上碾压而过 随后小芳更是简单地扔出一球 没想到小悟空居然无法接住 要知道孙悟犯上高中的时候 接棒球的实力可是惊呆了众人 龙珠超中悟空同样玩过棒球 被吉塔变成超篮形态扔出的一球 直接被悟空接下还不让棒球感断掉 在小悟空这里祖辈的荣光都被败坏 并且小悟空还是性格懦弱的人 在学校里被欺负也不敢还手 最后因为小芳突然病倒的原因 小悟空踏上了寻找龙珠的冒险之旅 结果却因为处世未深的原因 随便坐上陌生大叔的车子 最后小悟空带来的食物都被吃了一空 就连自己也被大叔半路赶下了车子 要不是有大熊愿意帮助小悟空 很难想象以小悟空的能耐 找到龙珠时小芳估计已经死了 因为到了夜晚是狼群出没的时间 可以看到无数只狼包围了小悟空 连大熊都有勇气面对狼群 反倒是小悟空只会逃跑不敢反抗 当小悟空被逼到绝路时 面对十几只狼的包围 直接把小悟空吓哭了 要知道当初的悟空可是全打狼群 最后更是打包一只狼回去烤了吃 要不是有一位美女及时出现 小悟空不说能吃到热乎乎的东西了 自己都有可能成为狼群口中的食物 然而这位美女却是一位妖怪变成的 单纯的小悟空多亏了大熊的提醒 这才避免了成为刀下亡魂 虽然小悟空和大熊躲过了这次 但是两人毕竟是在女鬼的地盘 还没跑出城堡就落入女鬼设下的陷阱 眼看自己就要成为刀下亡魂时 小悟空灵机一动夸赞女鬼很漂亮 即便是女鬼也喜欢听赞美的话 于是小悟空趁机想逃走 却被女鬼发现斩下有些发丝 可以看小悟空直接被吓尿了 这简直就是孙家的耻辱 就在小悟空被女鬼的头发缠住 即将窒息而死的时候 小悟空终于觉醒一丝力量 下意识凝聚一枚气空弹将女鬼震飞 大熊则是趁机将锅里的热汤掀翻 这才将女鬼暂时困住无法脱身 随后大熊带着小悟空破窗而出 很快两人就来到一出跳桥面前 懦弱的小悟空根本不敢迈出步伐 最终还是大熊以身作则走到对面 小悟空这才慢悠悠地走过去 突然一阵飓风吹来 慢悠悠的小悟空这才陷入危机 以至于大熊不得不返回解救小悟空 却导致大熊意外坠落悬崖不知生死 反倒是小悟空有主角光环没事 最终费了半天时间爬了上来 由此可见小悟空有多懦弱 这一路走来如果没有大熊 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就在这时一只小熊跑到小悟空身后 随后一只战斗力不到100的妖怪 让小悟空不要多管闲事 面对小熊的一副恳求的模样 小悟空最终没有选择英雄救熊 而是一边哭泣一边逃跑 或许是因为内心的谴责 让小悟空最终选择反悔 只不过小悟空的战斗力同样不过百 面对曾经的妖怪就是送人头行为 然而小悟空毕竟拥有塞亚人血脉 生死关头再次觉醒了一丝力量 也是通过这次让一人一雄 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当熊妈妈得知情况之后 大气地让小悟空坐在自己身上赶路 可就在这时被打败过的妖怪组团 虽然双方是三对三的局面 但是对面可是三只成精的妖怪 以至于小悟空带着两只熊跑路 突然一个铁球袭来将小悟空撞飞 此时的熊妈妈如临大敌 因为出手之人是一只野猪怪 虽然能从鼻孔中放出大波攻击 但是和比克大魔王比起来 还是差了不是一心半脸 说明野猪怪的战斗力不到100 眼看熊妈妈即将被野猪怪杀死时 小悟空终于愤怒地觉醒了 成功变成超级赛亚人 可见基础战斗力即便不高 只要愤怒足够就能变成超赛 接下来我们也看到超赛的小悟空 却无法做到一招秒杀野猪怪 第三次攻击还是无法将其秒杀 随后又是第四次攻击 紧接着又是第五次攻击 足足五次攻击才将野猪怪打趴下 但是野猪怪仅仅是倒下并没有死 直到小悟空打出第六次攻击之后 这才将野猪怪打得无力在战 所以说明小悟空即便是超赛形态 但是战斗力却达不到200 最多也就是150左右 很快小悟空就来到了包子山 看到悟空曾经住的地方已经破败不堪 可没想到四星球竟然还留在这里 不知道情况的小悟空还以为 只要找到一颗龙珠就能召唤神龙 结果在原地祈祷了半天都没动静 愤怒的小悟空直接将龙珠扔了 可突然一只手捡起了龙珠 仔细一看竟然是死了100年的悟空 此时的悟空也不知道 小悟空到底是第几代后辈了 但是对于悟空来说这些都不重要 随后悟空告知小悟空要想召唤神龙 就需要集齐七颗龙珠才可以 紧接着又夸赞小悟空实力不错 没想到悟空死了100年后 也学会了睁眼说瞎话 就在这时小方突然来到了包子山 看样子一点快要死的模样都没有 当小悟空回过神时发现 自己的曾祖父孙悟空已经消失了 野兽形态的孙悟范打败沙鲁后 为了检验自己如今到底有多强 竟然挑战破坏神形态的贝基塔 大家觉得这场战斗谁胜谁负呢 就在刚刚悟空在比鲁斯的星球上 再次和布罗利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悟空凭借自在疾异弓闪现到布罗利身后 随后对准布罗利施展出龟派气功 最终布罗利像流星一样划过天际 这场战斗的最终结果以悟空胜出结束 与此同时悟范和贝基塔的战斗一触即发 只见孙悟范直接变成神范形态 放在布罗篇神范形态是单体最强 如今贝基塔的上限已经是破坏神形态 所以贝基塔用超二形态迎战 两人变身结束后贝基塔快速上冲 贝基塔瞬间来到孙悟范的面前 俯下身子后拳头对准孙悟范 但是贝基塔挥出的拳头被孙悟范接下 随后孙悟范双手发力将贝基塔甩出 贝基塔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直接从超二形态变成神范形态 随后喊话孙悟范自己不想和弱者战斗 让孙悟范赶紧拿出真本身 远处的悟空看到这一幕喊话贝基塔 觉得贝基塔的要求对悟范来说有点高 听到这话的孙悟范有点尴尬 没想到自己的亲爹居然不相信自己 于是孙悟范开始蓄力 神范形态的力量提升到全功率状态 但是孙悟范的力量依然在不断地提升 最终孙悟范的力量成功超越神范的极限 比深蓝贝基塔还强大的气息弥漫四周 可以看到此时的孙悟范 已经从神范形态变成了野兽形态 无论是悟空还是贝基塔 看到孙悟范爆发的力量都无比的震惊 然而就在贝基塔震惊的时候 孙悟范突然来到贝基塔的身后 即便是深蓝的贝基塔都没有任何察觉 当贝基塔反应过来是已经为时已晚 因为孙悟范的拳头已经打脸贝基塔 随后又是一拳狠狠招呼贝基塔的肚子 愤怒的贝基塔对着孙悟范说道 你是不是以为我跟不上你的速度 然而刚说完这话的贝基塔瞬间就后悔了 因为孙悟范突然爆发出惊人的速度 五指山瞬间压在贝基塔的脸蛋上 随后孙悟范按着贝基塔从天而降 只听见一声巨响传来瞬间烟雾弥漫 烟雾消散后看到地面出现一个大坑 而贝基塔直接被孙悟范按在大坑之中 可突然一道紫色的光芒冲天而起 紫色的光柱中隐约看到贝基塔的身影 这时我们看到贝基塔充满破坏的气息 随着贝基塔的气息不断地增强 隐约要超过野兽形态的趋势 很快贝基塔将这股狂暴的气息收敛 但是收敛后的贝基塔更加强大 因为孙悟范在修炼期间拿出一半时间 专门用来感知神的气息 深知现在的贝基塔无比的可怕 贝基塔也看出孙悟范已经能感知神之气 随后告知悟范自己的力量属于破坏之力 紧接着贝基塔戴上迪鲁斯给自己的耳环 因为贝基塔不是后补破坏神 所以使用破坏之力时需要戴上耳环 如今贝基塔也展现了自己真正的实力 从现在开始才是两人真正的战斗 说完孙悟范就闪现到贝基塔的面前 但是孙悟范的这次突然偷袭 已经无法占到任何便宜了 突然两人各自凝聚一枚小丸子 二话不说便将小丸子彼此对准对方 一股耀眼的白光将两人吞噬 随后一朵蘑菇云从两人的位置升起 这时贝基塔率先从浓烟汁中飞出 孙悟范虽然慢了一步 却冲到贝基塔的前方 随后孙悟范立马调整好方向 紧接着一个拐弯朝着贝基塔冲去 只见孙悟范的突然袭击 来不及刹车的贝基塔被一拳击中 但很快贝基塔就稳住自己的身体 随后两人一声怒吼彼此冲向对方 于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拳脚交战开始 虽然孙悟范刚领悟野兽形态不久 但是实力已经不弱于贝基塔 悟空看到儿子能有此成就很欣慰 现如今悟空只希望地球能撑住 毕竟两人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了 这时孙悟范和贝基塔势均力敌 战斗这么久两人都没能压对方一头 于是孙悟范开始凝聚规派气功 不给贝基塔反应规派气功报射而出 瞬间规派气功就来到贝基塔的面前 此时的贝基塔已经来不及闪躲 孙悟范趁机加大规派气功的活力 可没想到孙悟范却突然愣着 手中的规派气功都还没有停止 贝基塔施展了瞬间一动来到自己面前 不但打断了孙悟范的规派气功 还对准孙悟范的下巴来了狠狠的一拳 只见孙悟范的身影被轰到空中 贝基塔快速来到孙悟范的上方 双手抱拳毫不留情砸向孙悟范 但是孙悟范并没有因此被击落 反而一个跟头来到贝基塔上空 随后孙悟范快速下冲杀向贝基塔 贝基塔见状张开手掌对准孙悟范 孙悟范已经知道贝基塔的意图 只见贝基塔朝着孙悟范放出一个大波 可没想到孙悟范竟然没有闪躲 反而迎刃而上冲向大波 随后孙悟范单手就将大波控制 紧接着喊话贝基塔不要小瞧自己 说完孙悟范竟然将贝基塔的大波 命生生返还给贝基塔 贝基塔也没想到孙悟范如此强大 以至于来不及闪躲直接被击中 烟雾消散后看到贝基塔的身影 此时的贝基塔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逼到这种地步 可突然贝基塔抬头一看 发现孙悟范不但出现在自己头上 就连魔罐光纱炮都已经准备好了 孙悟范的突然攻击贝基塔来不及闪躲 只能将伤害削弱到自己的承受范围内 于是贝基塔的双手接住魔罐光纱炮 自己却被魔罐光纱炮一路轰到地面 可随着贝基塔发出一声声怒吼 魔罐光纱炮硬声声被改变了攻击轨迹 此时的贝基塔浑身上下散发着紫色光芒 气息比起刚才更加的强大 就连孙悟范也能清晰地感知到 如今的贝基塔变得更加强大 看着气势汹汹的贝基塔朝着自己冲来 孙悟范觉得自己必须速战速决才行 然而就在孙悟范挡下贝基塔拳头的时候 贝基塔的另一只手凝聚了破坏之力 随后孙悟范直接被破坏之力击中 此时的孙悟范感觉整个灵魂都要瓦解 但是孙悟范并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在不断地挣扎着 紧接着孙悟范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回忆起自己被父亲多次拯救 那每颗心上自己命悬一线时 杀戮片中因为自己一意孤行时 魔人不欧片中自己被吞噬时 已经龙珠超中自己被弗丽萨打败时 此时的孙悟范在内心中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不能总是让父亲来救自己 就是因为孙悟范的这份执念 成功让孙悟范摆脱了破坏之力的束缚 虽然成功摆脱了破坏之力 可孙悟范仿佛已经达到了极限 贝基塔也看出孙悟范的斗志变弱 坦言自己相信孙悟范还能继续战斗 因为贝基塔和孙悟范都还没有尽全力 还是说对于这样的力量 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 随后贝基塔开始对孙悟范进行开导 让孙悟范接受自己体内的赛亚人血脉 或许是因为贝基塔的一番话 成功让孙悟范再次点燃了斗志 体内的赛亚人之血变得热血沸腾 孙悟范再次爆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 贝基塔见状同样一声怒吼 力量同样随着孙悟范的提升而提升 只见空中有两道气息彼此冲天而起 从大小上看孙悟范比贝基塔更强大一些 看到这一幕的贝基塔很欣慰 这才是当初和杀鲁战斗时的战士 贝基塔可是很少夸奖别人 听到贝基塔夸奖自己孙悟范说了声谢谢 但是贝基塔最听不得这种肉麻的话 坦言我们现在还在战斗当中 让孙悟范拿出权力和自己战斗吧 说完两道身影朝着对方彼此冲去 孙悟范和贝基塔的力量已经提升到极限 就在两人的拳头即将碰撞的时候 远处的悟空急忙让两人停手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因为两人的力量过于强大 次元屏障直接被两人打破 身处次元空间的孙悟范很震惊 怎么打着打着就来到次元空间了 反观贝基塔却无比的高兴 因为在次元空间中就可以放开手脚了 于是两人便在次元空间中展开激战 只见孙悟范挨了贝基塔一拳 但很快贝基塔也挨了孙悟范一拳 两人你一拳我一拳难以分出胜负 这时贝基塔一脚将孙悟范踹飞了出去 而孙悟范则是借此机会凝聚大招 只见孙悟范的双手各自凝聚一枚大拨 贝基塔见状打算以这次攻击分出胜负 于是贝基塔同样开始准备自己的大招 双手张开后调动自己全部的力量 随后将自己的力量凝聚在双手之间 看来终极闪光依然是贝基塔最强的招数 反观野兽形态的最强招数不是龟派气功 也不是魔灌光杀炮而是野兽魔闪光 贝基塔的绝招也改变了名字 破坏神形态下叫做破坏终极闪光 只见两人的大拨激烈地碰撞在一起 一时间还无法分出胜负 随着两人的对拨威力不断增强 次元空间的屏障再次出现碎裂 反观此时的悟空利用瞬间移动感知 却发现无法感知到两人的气息 这种情况当初合体成物基塔时遇到 反观此时的孙悟范和贝基塔两人 依然进行着激烈的对拨较量 随着孙悟范宣言自己不会输 大拨的较量逐渐压制了贝基塔 可没想到贝基塔同样发出一声怒吼 瞬间又让局势回到不分伯仲的局面 就在悟空疑惑两人什么时候回来时 身后的空间屏障瞬间飞出两道身影 突如其来的声响吓得悟空回头一看 只见贝基塔和孙悟范纷纷倒在地面上 此时的贝基塔怎么也没想到 孙悟范竟然能和自己抗衡 此时的贝基塔已经没有力气战斗了 因为现在连站起来都非常的勉强 突然贝基塔察觉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只见孙悟范不但还站着还有力气一战 看来这场战斗的结果是孙悟范更胜一筹 当弗利萨和库尔德王来到地球时 没有未来特兰克斯的话 学会借王权的天津范和雅木查等人 能否坚持到悟空赶回地球吗 就在刚刚弗利萨和库尔德王来到地球 比克带着孙悟范以及贝基塔前来迎敌 看到老朋友弗利萨很高兴 告知比克悟空三个小时后会抵达 但是比克等人不会活着等到悟空 听到比克的话三人无比的震惊 在比克看来这场战斗还有一丝转机 这时弗利萨命令手下发起攻击 比克让孙悟范引开这些小兵 弗利萨父子就交给自己和贝基塔 于是孙悟范开始对小兵拉仇恨 很快小兵就被引到克林等人的附近 克林健壮让众人赶紧闭上眼睛 随后对着这些小兵施展出太阳拳 天津范健壮趁机施展出气功炮 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 这些小兵直接被天津犯一招带走 另一边贝基塔询问比克 我们是否能坚持到悟空归来 虽然也没有多大的把握 只不过是到如今不得不试一试 说完贝基塔和比克同时暴起 这时贝基塔率先冲了出去 很快就冲到库尔德王的面前 库尔德王稍微测开身体就躲开攻击 反观贝基塔挨了库尔德王的膝盖踢 此时的贝基塔已经怒了 即便毁灭地球也要杀死弗利萨父子 结果放出的大波却被尾巴轻松扫飞 比克趁机冲向库尔德王却被挡下 贝基塔也冲了过来和比克打配合 这时比克几个跳跃远离库尔德王 随后开始凝聚魔罐光纱炮 弗利萨健壮坦言不允许比克这么做 于是比克都还没有施展魔罐光纱炮 自己的手臂就被弗利萨砍断 紧接着弗利萨又对比克放出一个大波 只不过没能把比克轰成渣渣 但是比克已经昏迷了过去 另一边贝基塔独自迎战库尔德王 自然不是库尔德王的对手 很快贝基塔也躺在碎石堆上 这时库尔德王要折磨贝基塔 从天而降的膝盖狠狠砸向贝基塔 远处的克林看到这一幕 召集众人打算前去帮忙才行 并且克林手里有最后一颗仙斗 疑问塞亚人冰死恢复能变得更强 所以克林打算将仙斗给贝基塔一时 但是天津犯却有些不愿意 因为贝基塔可是曾杀死过自己 但是雅木查比较明示力 没有贝基塔的力量无法打败弗利萨 很快克林就将仙斗给贝基塔吃下 恢复后的贝基塔觉得自己变强了 反观此时的比克再次加入战斗 并且施展再生能力长出手臂 天津犯和雅木查以及比克纷纷暴起 可没想到天津犯和雅木查两人 竟然学会了戒王拳这个招数 孙悟犯看到这一幕坦言还不够 因为悟空也曾施展过戒王拳 此时的布马只能祈祷悟空赶紧回来 另一边比克三人朝着弗利萨父子冲去 只需要拖延时间等待悟空归来即可 只见比克挑选库尔德王当自己对手 虽然比克和内鲁同化了 却依然不是库尔德王的对手 而天津犯和雅木查则是对付弗利萨 雅木查让天津犯准备气功炮 没想到弗利萨打算让两人如愿以偿 只见雅木查施展狼牙风风拳 随后雅木查双手合力将弗利萨震飞 看着弗利萨的身影朝着天津犯飞去 雅木查让天津犯抓住机会 只见天津犯的气功炮已经准备救许 当弗利萨转头看向天津犯时 迎面而来的却是气功炮 但是一发气功炮不足以打伤弗利萨 所以天津犯又施展了第二发气功炮 随后天津犯一声怒吼下 又施展了第三发气功炮 弗利萨的身影一直被压制无法挣脱 但是气功炮也仅仅能牵制弗利萨 当天津犯已经无法再施展气功炮时 我们看到弗利萨有烟无伤并无大碍 但是雅木查和克林以及孙悟范 三人进行接力已经准备好大招 只见三个大波朝着弗利萨冲去 一声巨响传来弗利萨被大波击中 但是雅木查等人的攻击并没有结束 打算将弗利萨一直牵制下去 另一边比克也放出大波攻击库尔德王 可突然库尔德王出现在比克的身后 紧接着更是将比克腰斩 远处的孙悟范看到这一幕 放弃攻击弗利萨冲向库尔德王 就在这时贝吉塔一脚将孙悟范踹飞 虽然方式不是那么温柔 却成功阻止孙悟范去送死 只见贝吉塔快速冲向库尔德王 对准库尔德王就是一招走击 只不过看样子库尔德王不痛不哑 随后库尔德王反过来抓住贝吉塔 紧接着两人的身影从天而降 贝吉塔直接被按入大山之中 这时库尔德王凝聚了一枚大波 孙悟范等人面如死灰之道要完蛋了 只见库尔德王的大波朝着贝吉塔哄去 很快一声巨响传来贝吉塔不知生死 看到这一幕的雅木茬害怕 赶紧让克林先撤离这里吧 但是克林不忍心就这样丢下同伴 弗利萨看到雅木茬想逃走 自然不会让雅木茬如愿以偿 于是弗利萨瞬间放出两道射险 雅木茬和克林直接被射穿身体 另一边库尔德王发现贝吉塔还没死 只见贝吉塔变成米泰超赛形态 对准库尔德王放出一个超级大波 此时的库尔德王无比的震惊 孙悟茬也感知到贝吉塔的气 和当初变成超赛的悟空很相似 库尔德王来不及闪躲只能扛下大波 贝吉塔见状一个暴气冲向库尔德王 没想到贝吉塔也学会了天地贯穿权 直接把库尔德王的身体穿成两半 紧接着贝吉塔闪现到库尔德王身后 对准库尔德王进行捕刀 最终贝吉塔成功杀死了库尔德王 自己也从拟泰超赛变回常态 但是最强的弗丽萨还没有死去 诸多战士却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 如今只剩下孙悟范还有一战之力 但是距离悟空抵达还剩两个小时半 弗丽萨吐槽孙悟范很愚蠢 但是弗丽萨不会立马杀死孙悟范 而是等悟空归来后再杀死 但是孙悟范没有因此感到恐惧 坦言自己不会让弗丽萨伤害同伴 说完孙悟范就朝着弗丽萨冲去 愤怒状态的孙悟范爆发惊人的力量 因为小瞧孙悟范的原因 导致弗丽萨一下子就被孙悟范压制 这时孙悟范抓住机会施展魔闪光 但是反应过来的弗丽萨也放出大波 虽然孙悟范因为愤怒变强了不少 但是和弗丽萨的差距过于巨大 很快就被弗丽萨反过来压制 与此同时悟空所在的飞船里 因为孙悟范刚才的爆发 让悟空感知到悟范的气息 随后悟空又感知到贝基塔等人的气息 已经变得无比的虚弱 悟空让悟范稍等一下自己马上就到 另一边弗丽萨对着孙悟范放出射线 面对无数的射线孙悟范只能闪躲跳跃 突然超赛形态的悟空及时出现 并且还给了弗丽萨一拳做见面的 看到悟空突然出现弗丽萨无比震惊 反观此时的孙悟范无比的高兴 自己终于等到父亲归来了 悟空则是让悟范带众人离开这里 自己要彻底的将弗丽萨消灭 此时的悟空看向弗丽萨很生气 自己放过弗丽萨没想到却被偷夹 弗丽萨看到悟空就来气 直接对准悟空放出一个大波 但是悟空却轻松将大波弹飞 坦言这些攻击对自己没用 随后两人便展开了久违的激战 虽然弗丽萨改造后变强了不少 但是悟空的实力同样提升了一些 以至于弗丽萨被悟空一拳轰飞 紧接着悟空快速闪现 这就导致弗丽萨快速被悟空殴打 可就在这时弗丽萨施展的气缘斩 并且还是五连发的气缘斩攻击悟空 悟空见状吐槽弗丽萨没用的 这时悟空发现弗丽萨是在声东击西 只见弗丽萨凝聚了一枚大波 真正目的是打算摧毁地球 就在悟空闪躲气缘斩的时候 一个瞬间一动直接来到弗丽萨的面前 可怜的弗丽萨都还来不及反应 自己就被悟空的大波轰成了渣渣 孙悟范看到这一幕很高兴 弗丽萨终于被打败了 然而因为没有特兰克斯的原因 悟空最终还是因为心脏病死去了 第六宇宙的赛亚人变成超赛有多快 贝吉塔只是用语言激怒加倍 就让加倍成功变成超赛 力量大赛上加倍又突破到超二形态 中间间隔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反观卡利弗拉比加倍还要快 从力量大赛开始到结束 整体时间其实都不超过三天 却让卡利弗拉从常态突破到超二 甚至看到悟空变成超三之后 卡利弗拉也想变成超三 于是就有了力量大赛结束之后 卡利弗拉来到第七宇宙败师悟空 目的就是为了领悟超三形态 然而任由卡利弗拉将气息提升 甚至连喉咙都快要喊破了 最终却没有变成超三反而是变回常态 可见超三形态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领悟的 但是卡利弗拉并不会就此放弃 再次变成超二形态进行尝试 可就在这时悟空没有提前告知卡利弗拉 当场就变成超三形态 卡利弗拉感受到悟空身上散发出的强大压迫感 可就在这时卡利弗拉好像发现了什么 原来单从气息的强弱上对比 卡利弗拉刚才的气就已经强过悟空了 随后悟空告知卡利弗拉 自己第一次变成超三的时候是在阴间 听到这话的卡利弗拉瞬间就惊呆了 原来在阴间的时候体力没有上限 但是到了阳间就有诸多的限制 肉体上的负担和星球的影响都会让气流失 所以卡利弗拉要想变成超三基本不可能了 只能将超二形态的力量修炼到极致 最终将力量修炼到超越超三的程度 因为卡利弗拉刚才的爆发 其实已经达到超三的水准了 听到悟空的话卡利弗拉也决定了 不再追求超级赛亚人三形态 但是卡利弗拉却有了一个新的决定 那就是领悟出属于自己的超赛形态 然后凭借这个形态超越悟空 很快悟空就带着卡利弗拉来到界王星 目的竟然是为了让界王传授界王权 孙悟范和孙悟天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啊 只不过卡利弗拉为人比较直爽 居然把界王比喻成蟑螂 可没想到界王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卡利弗拉是一个有趣的人 随后我们得知修炼界王权的三个条件 首先需要拥有比界王还高的战斗力 随后是拥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最后是拥有纯粹的精神力 悟空觉得这些条件都很简单 觉得只要修炼到一定程度都可以使用界王权 但是界王却告知悟空事情可没那么简单 随后界王打算给悟空举个例子 就像克林和天津范战斗力都比自己高 但是身为地球人却没有强壮的身体 并且在整个银河系中拥有灵活精神力的人 都是万中无一的存在 还有贝基塔虽然战斗力和肉体都和悟空相当 但是贝基塔要是一直保持警惕性 最终也是无法学会界王权的 反观悟范的情况恰恰相反 是没有纯粹的精神力 如果没有危机感无法进行高强度的战斗 随后界王让卡利弗拉多注意一下自己的态度 卡利弗拉也听取了界王的话 界王看出卡利弗拉是一位口恶行善的人 这时界王让悟空负责传授卡利弗拉界王权 这让悟空感到一丝一惑 除了能让卡利弗拉更快学会界王权之外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和悟空待在一起 能让卡利弗拉的性格变得温和一些 悟空原本是想给自己找个师妹的 没想到却给自己找了个弟子 于是悟空便不打算继续留在界王心了 而是打算去找贝基塔 很快悟空就锁定了贝基塔的气息 卡利弗拉也礼貌的和界王说了声再见 随后两人一个瞬移消失在界王的面前 很快悟空和卡利弗拉就出现在重力室 看到贝基塔正在训练加倍 不得不说加倍比起卡利弗拉更有礼貌 看着加倍身上的伤势卡利弗拉很是疑惑 原来这些都是贝基塔的杰作 这时卡利弗拉突然看向贝基塔 得知加倍之所以能变成超赛 都是多亏了贝基塔的指导 自己也是在加倍的指导下变成超赛 所以贝基塔也算是卡利弗拉的恩人 但是卡利弗拉却好奇贝基塔现在有多强了 因为在力量大赛上悟空领悟自在疾异攻 但是卡利弗拉不知道贝基塔领悟了身来 此时的卡利弗拉话中带有挑衅的语气 坦言贝基塔实力太弱自己可是很为难的 没想到贝基塔却笑了 这让卡利弗拉疑惑贝基塔笑什么 原来贝基塔听加倍说过 第六宇宙的赛亚人都充满了正义感 遇到卡利弗拉这样强大的女性赛亚人有些惊讶 卡利弗拉听到这话语气瞬间就变了 原来加倍曾说贝基塔性格顽固自尊心高 自己才打算试探一下 听到这话的加倍急忙向贝基塔解释自己没说过 这时卡利弗拉也不藏着掖着了 直接变成超二形态打算和贝基塔过几招 但是贝基塔只是超一形态没有变成超二 看到这一幕的悟空和加倍在线吃瓜看戏 只见卡利弗拉朝着贝基塔施展连续普通拳 但是拳头却没有击中贝基塔 此时的加倍也感到疑惑 超二的卡利弗拉明明更强为何无法击中贝基塔 这时悟空告知加倍你们还年轻 对超级赛亚人应该还不够了解 因为卡利弗拉是第一次在50倍重力下修炼 所以超二的实力根本发挥不出一半的实力 因为始终无法击中贝基塔让卡利弗拉着急了 让贝基塔不要一直闪躲 连来贝基塔根本不想和卡利弗拉交手 是看在悟空的面子上才应付一下的 随后贝基塔变回常态模样 坦言卡利弗拉只有这点实力自己很失望 随后贝基塔故技重施用言语激怒卡利弗拉 只见卡利弗拉的气比起先前确实强大了几分 这时卡利弗拉愤怒地冲向贝基塔 贝基塔见状瞬间变成超赛躲开攻击 随后贝基塔用手掌挡下卡利弗拉的膝盖 紧接着双手抓住卡利弗拉的双腿 贝基塔双手发力让卡利弗拉的身体适合 最终贝基塔抓住卡利弗拉的一只脚 不出意外卡利弗拉这次是彻底的落败 变回常态后的卡利弗拉有些沮丧 加倍剑撞赶紧上前安慰 但是却被卡利弗拉觉得啰嗦 这时悟空询问卡利弗拉 刚才为什么不全力以赴 原来是卡利弗拉想让贝基塔看看自己的实力 但是贝基塔一直闪躲不攻击 简直是小瞧自己 突然悟空却说真正小瞧的人是卡利弗拉 虽然卡利弗拉在力量大赛上实力提升了不少 但依然不是贝基塔的对手 如果卡利弗拉不拿出全力 贝基塔自然也不会拿出全力 战斗是很容易消耗体力 所以悟空等人已经开始大吃大喝补充体力了 加倍第一次吃到如此好吃的东西 随后询问这颗星球叫什么呀 贝基塔告知加倍这颗星球叫做地球 但是加倍在自己的宇宙并没有听说过 贝基塔告知地球地处银河系的边缘 自己不确定第六宇宙的地球是否还存在 加倍听到后以为贝基塔是移居到地球的 结果却得知赛亚人的祖星毁灭之后 发现了一颗合适居住的星球 随后将这颗星球上的资福尔人全部杀死 最后将这颗星球改名成贝基塔行星 卡利弗拉以后为什么用贝基塔的名字来命令 贝基塔告知卡利弗拉因为自己是王子 卡利弗拉一听哈哈大笑 吐槽贝基塔这么大的年纪了还是王子 随后悟空告知卡利弗拉 贝基塔成为国王之前星球就被弗利萨毁灭了 卡利弗拉没想到毁灭贝基塔行星的弗利萨 如今竟然能和悟空成为朋友 贝基塔听到这话就不高兴了 坦言下次遇到弗利萨就将弗利萨消灭 这时加倍还以为赛亚人都移居到地球上了 结果贝基塔却说大部分赛亚人都死了 如今存活下来的赛亚人不到十位 听到贝基塔的话卡利弗拉很震惊 这相当于第七宇宙的赛亚人灭绝了呀 这时加倍又询问悟空 是和自己的师父一起移居到地球上的吗 悟空告知加倍只有自己一个人被送到地球 和贝基塔相遇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没想到加倍又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询问悟空初次和贝基塔见面时是什么感觉 悟空和贝基塔彼此对视一脸沉默 随后众人吃饱喝足后走出大厅 这时悟空告知卡利弗拉 当初贝基塔都把自己的骨头弄断了 但是贝基塔却说悟空是乱说 毕竟在那之后悟空可是用元气弹攻击自己 悟空刚说完当时的元气弹很小 但是以贝基塔当时的战斗力 要是被正面击中很有可能会领合法 悟空一听就反驳了 在那每颗心上贝基塔也想杀死患身后的自己 但是贝基塔觉得能赢的战斗如果不赢不太好 没想到悟空再次吐槽 贝基塔当初明明可以打败沙鲁 最终却让沙鲁变成完全体 听到这话的贝基塔彻底愤怒了 指责悟空没有给金柳特战队最后一击不说 最终也没有杀死弗利萨 甚至打胖不殴的时候悟空没有尽全力 于是悟空和贝基塔开始争论不休 卡利弗拉和加倍都看待了 卡利弗拉这才知道 悟空和贝基塔刚开始是敌对关系 这时加倍疑惑贝基塔喊卡卡罗特是什么意思 卡利弗拉一听也很想知道 随后贝基塔告知两人 卡卡罗特视悟空身为赛亚人的名字 随后悟空告知两人 自己被送到地球时撞坏了脑袋 所以从那时起自己忘记了赛亚人的身份 也忘记了卡卡罗特这个名字 这时加倍询问贝基塔 为什么不改变对悟空的称呼呢 贝基塔回头看向加倍 询问加倍难道要让我叫卡卡罗特为悟空吗 悟空一听立马阻止了贝基塔 坦言贝基塔这样就让自己觉得很恶心 甚至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但是对于卡利弗拉来说 悟空的称呼就是第七宇宙最强的赛亚人 就在这时有两道身影出现在大门外 卡利弗拉走了出来看到两人都呆着 原来这两道身影是孙悟天和特南克斯 卡利弗拉没想到还有一位迷你版师傅 孙悟天告知卡利弗拉自己是悟空的儿子 随后悟空向卡利弗拉和加倍介绍 这位是贝基塔的儿子特南克斯 至于这位则是自己的儿子孙悟天 随后悟空就给几人安排接下来的修炼 打算让卡利弗拉进行二对一的战斗 但是卡利弗拉觉得 两人虽然是悟空和贝基塔的儿子 但也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 孙悟天和特南克斯觉得自己被小瞧了 二话不说直接变成超赛形态 这一幕让卡利弗拉和加倍都有些震惊 没想到小小年纪就已经可以变成超赛了 这时卡利弗拉再次询问悟空 真的让两人当自己的对手吗 卡利弗拉觉得自己虽然低估两人的实力了 可即便如此两人也不是自己的对手 这时贝基塔打断卡利弗拉的话 坦言悟空刚才没有表达清楚 所谓的两对一不是指孙悟天和特南克斯 而是指卡利弗拉你自己和加倍 听到贝基塔的话后 卡利弗拉和加倍就更迷糊了 但是贝基塔打算让悟空给两人说明一下 于是悟空打算让两人见识一下那个招数 而悟空所说的招数正是融合技能 说完卡利弗拉和加倍的眼前出现一股光芒 可没想到出现的人竟然不是悟天克斯 因为太久没有合体导致两人的动作生疏了 这时贝基塔打算先去找一处荒野作为战场 让悟空稍后追踪自己的气息赶来 这时加倍打算和贝基塔一同前往 至于悟空则是需要等待30分钟 等悟天克斯解体后再通过瞬间移动赶过去 这时卡利弗拉疑惑这个合体技能 对比使用耳环合体有什么不同吗 悟空告知卡利弗拉融合需要满足很多条件 其中融合的姿势就是最大的亮点 随后卡利弗拉做了一个帅气的动作 悟空觉得等会再传授卡利弗拉融合的动作 随后悟空告知卡利弗拉一些要点 融合必须满足两人的身高差不是很大 并且两人的气息必须一致才行 得知后情况后卡利弗拉和加倍以及凯尔 三人中的随便两人都满足融合的条件 但是和悟空存在身高差所以无法融合 这时悟空很难回答卡利弗拉 因为自己当初没问 性别和种族的差异是否也可以进行融合 因为至今为止都是两位男性进行融合 就像自己和贝吉塔孙悟天和特南克斯 卡利弗拉听到悟空的话瞬间就激动起来了 坦言自己要是打败了孙悟天和特南克斯 就让自己和悟吉塔过几招 悟空听到卡利弗拉的要求有些为难 毕竟贝吉塔可是很抗拒和悟空合体的 可没想到贝吉塔竟然答应了这个提议 因为贝吉塔觉得要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让自己和悟空合体一下也无妨 但是贝吉塔不觉得卡利弗拉能打赢 只见卡利弗拉和加贝虽然已经变成超赛 但是两人却已经气喘吁吁 原来悟天克斯已经成功登场 并且三人已经战斗了五分钟 结果两人都没有碰到悟天克斯 此时的悟天克斯很是嚣张 坦言两人能和自己对抗已经很不错了 卡利弗拉听到这话瞬间就气炸了 随后打算自己一个人进攻 让加贝负责火力支援自己 于是加贝开始集中注意力 坦言自己会全力支援卡利弗拉 只见加贝对准悟天克斯疯狂的攻击 但是都被悟天克斯轻松躲开了 这时悟天克斯发现身后有动静 反应及时成功躲开卡利弗拉的攻击 此时的悟空和贝吉塔看清出局势 如今的悟天克斯被气弓炮限制的范围 已经无法正常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此时的加贝和卡利弗拉分工明确 击中悟天克斯只是时间问题 这时加贝看准时机放出一个大波 悟天克斯虽然避开却被余波震腿 可突然悟天克斯察觉到情况不妙 幸好及时飞到空中躲开了大波 然而悟天克斯却忘记了还有卡利弗拉 只见卡利弗拉出现在悟天克斯的身后 这次卡利弗拉终于是碰到悟天克斯了 只不过悟天克斯因为变成超赛形态 所以卡利弗拉的攻击没能将悟天克斯击落 但是却让悟天克斯生气了 坦言自己接下来会稍微认真一点了 这时加贝对准悟天克斯施展王子战法 没想到悟天克斯凭借一声怒吼 形成一道气强将这些大波篮下 随后悟天克斯以极快的速度冲到加贝的面前 悟天克斯一拳击中 只是一拳就把加倍打回常态模样 贝吉塔吐槽加倍太没警惕心了 此时的悟天克斯又开始得意了 自己稍微认真就变成这样 询问卡利弗拉要不要投降结束这场战斗 至于贝吉塔也认为以卡利弗拉一人之力 对抗悟天克斯是必败无疑 只见悟天克斯开始施展各种奇怪的招数 明明是普通的攻击却起了很拉风的名字 此时的悟天克斯没想到卡利弗拉有点本事 面对自己竟然还能坚持到现在 卡利弗拉也称赞悟天克斯的强大 不愧是悟空和贝吉塔的儿子 如今的自己只能防守根本无法进行反击 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空中飞来 仔细一看竟然是卡利弗拉的妹妹开尔 因为开尔的加入让战斗的结局又发生了变化 开尔看着气喘吁吁的卡利弗拉 劝说卡利弗拉去休息把战斗交给自己 但是卡利弗拉却让开尔别说这种土话 自己是为了测试实力才和悟天克斯战斗的 只是没想到事情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如今的悟天克斯不是任何一人能打败的 所以卡利弗拉打算拜托开尔一件事 那就是让开尔助自己一臂之力 看着卡利弗拉伸来的手掌开尔已经知道了 反观悟天克斯也看出开尔的强大 再加上合体时间只剩下十分钟 所以悟天克斯打算开始认真了 反观卡利弗拉已经趁机戴上了耳环 看到这一幕的悟天克斯好像想到了什么 反观远处的贝吉塔就不高兴了 坦言悟空简直是太卑鄙了 早就知道开尔会带着戒王神的耳环过来吧 此时的悟空有点心虚 自己虽然知道开尔会来 却不知道开尔也带着耳环过来 就在这时比克突然来到了这里 原来比克是充当快递员了 将足够数量的仙斗带了过来 原来比克知道的事情比悟空还多 所以才会带着足够数量的仙斗过来 另一边卡利弗拉和开尔已经合体成功 因为他们不想错过合物吉塔交手的机会 所以开弗拉无论如何也要将悟天克斯打败 这时开弗拉坦言悟天克斯虽然很强 但是自己的实力比悟天克斯更强 此时的悟天克斯也感知到开弗拉的强大 所以没有了刚才嚣张的模样 而是变成超三形态认真对待 另一边加倍吃下仙斗后已经满血恢复 随后听到熟悉的声音以及熟悉的气息 上前一看果然是开弗拉 看到悟天克斯变成超三很是震惊 随后更是觉得现在的开弗拉 肯定能打赢现在的悟天克斯 但是悟空却觉得不一定 因为悟空发现现在的开弗拉 已经没有力量大赛上的那种气势了 比克觉得当初开弗拉是因为对手是悟空 加倍疑惑比克这话是什么意思 比克告知当时的开弗拉一开始就压制了超神 随后又压制了超篮 就连超篮加戒王拳都被开弗拉压制 贝吉塔坦言这就是所谓的急速成长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契机可以刺激兴奋 但是对于赛亚人来说 只有遇到比自己强大的人 才能爆发出深不可测的力量 当初的开弗拉是这样 但是悟天克斯同样也是这样 再加上当初的魔人不欧战斗 悟天克斯都没有拿出真正的本事 如今因为开弗拉的原因 终于让悟天克斯认认真真的战斗了 被打了一拳的开弗拉很是愤怒 朝着悟天克斯疯狂攻击 面对开弗拉的猛攻悟天克斯只能防守 然而就在悟天克斯捂住脑袋的时候 开弗拉凝聚出一个小丸子 只听见一声巨响正是悟天克斯被击中的声音 远处的加倍觉得开弗拉的攻击有点过头了 开弗拉觉得这样的攻击最多失去意识还死不了 突然开弗拉看着眼前的幽灵愣住了 不知道情况的开弗拉以为悟天克斯死了 整个人都变得紧张起来了 不知道该如何跟悟空和贝吉塔解释 这时开弗拉的身后传来悟天克斯的声音 连来合体的时间只剩下一分钟了 所以悟天克斯打算 让开弗拉见识一下自己的绝招 只见悟天克斯变化出十一指幽灵大军 反观开弗拉得知悟天克斯没死很是开心 根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悟天克斯的绝招上 悟天克斯的幽灵大军包围了开弗拉 开弗拉察觉到这些幽灵会爆炸 突然开弗拉发现悟天克斯的身影 本想前去追击却被悟天克斯绑住无法动弹 随后悟天克斯趁机施展王子战法 并且所有的幽灵都朝着开弗拉冲来 开弗拉见状一声怒吼 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气息将攻击阻隔在外 然而就在这时悟天克斯已经准备好龟派气功 可以看到悟天克斯的龟派气功威力无比强大 很快龟派气功就朝着开弗拉爆射而去 但是开弗拉没有闪躲而是选择正面硬扛 当初在力量大赛上开弗拉就是败给了龟派气功 如今有第二次机会挑战龟派气功开弗拉很开心 只见开弗拉同样凝聚出自己最强的招数 两种颜色的大波朝着悟天克斯爆射而去 就在两人的大波彼此碰撞的瞬间 悟天克斯和开弗拉瞬间解体 没有两人控制的大波开始失控 幸好悟空及时救下卡利弗拉和开尔 而贝吉塔则是救下特南克斯和孙悟天 所以这场战斗的最终结果是平局收场 这时比克觉得两人战斗过于激烈 刚才的招数都足以毁灭地球了 作为惩罚不给四人先斗吃 反观悟空觉得刚才的战斗是卡利弗拉赢了 但是贝吉塔觉得使用耳环这是作弊不算数 地旁的比克也站出来帮助悟空说话 坦言抛开事实不谈卡利弗拉并不是犯规 就在这时卡利弗拉却说 和悟吉塔战斗的事情就当没提过 通过和悟天克斯的战斗让卡利弗拉知道 单单是两人的儿子就让自己如此狼狈 如果换成悟空和贝吉塔的合体战士 自己估计坚持不了一招就落败了 可见卡利弗拉还是有点自知之明 这时卡利弗拉又指责悟空欺骗了自己 坦言悟天克斯也可以变成超三 但是先前悟空却说只有自己能变成超三 所以卡利弗拉疑惑孙悟天和特南克斯 是不是去阴间修炼过所以才能变成超三 这时悟空觉得与其解释 还不如带卡利弗拉去悟天克斯修炼的地方 卡利弗拉还以为悟空要带自己去阴间 但是悟空要去的却是精神时光屋 当卡利弗拉看到精神时光屋后都惊呆了 眼前一望无际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这里的温度在50度和零下40度之间变化 氧气是外界的四分之一 重力也是外界的十倍 一旦时光屋有三个人进入这些就会失效 此时的加倍刚进来就因为温差有点神志不清 再加上这个重力负荷也很特别 卡利弗拉询问有什么办法解决重力的问题 这时比克想到一个简单的办法 只见比克给卡利弗拉换了一件新衣服 这套衣服加起来都有一百公斤的重量 但是卡利弗拉却有点高兴不起来 发现自己和悟空穿的竟然是情侣装 这时悟空告知卡利弗拉和加倍 关上大门后这里就与外界隔绝 无论爆发出多大的气外界都无法感知到 当初的悟天克斯就是在这里修炼 将自己的气体升到极限后才变成超三 这时比克又给卡利弗拉补充一条 在精神时光屋待一年外界止过一天 卡利弗拉觉得精神时光屋很不错 既然来到了这里怎么说也要活动一下 就在悟空打算和卡利弗拉切磋时 比克却突然打断悟空 力量大赛后比克的实力也提升了不少 所以比克打算由自己出手和卡利弗拉切磋 只见比克和卡利弗拉纷纷暴气战斗一触即发 这时贝吉塔询问加倍和开尔 比克和卡利弗拉两人的实力察觉有多大 加倍觉得卡利弗拉的力量如果是10 那么比克的力量只是8而已 但是开尔却反驳加倍的话 认为比克的实力最多只有7 这时贝吉塔又询问两人 自己和悟空的相比卡利弗拉的力量是多少 此时的加倍就有点为难了 让卡利弗拉和两人对比自己很难估算 贝吉塔之所以这样询问是想要告知加倍 客观来说两人的差距10比7很合理 并且那每颗星人和超级赛亚人有着很大的差距 此时的加倍觉得这场战斗卡利弗拉会获胜 但是加倍还是没有明白贝吉塔的话 比克和卡利弗拉的差距可以估算 但是和自己以及悟空对比却无法估算 而比克作为龙珠里的智慧担当 知道和对手的差距后会有办法进行弥补 但是加倍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10比7可是一个不小的差距 贝吉塔没有继续说明下去 而是让加倍继续看两人的战斗就知道了 这时卡利弗拉觉得战斗可以真正开始了 但是比克却说要给这场战斗制定一些规则 其中一方向另一方投降或者晕倒 以及被对方按到在第5秒钟都算输 说完战斗规则后两人爆发出全力 卡利弗拉直接变成超二形态迎战 只见卡利弗拉率先朝着比克冲去 被动的比克只能先防守寻找时机 这时比克放出一个大波被卡利弗拉躲开 但是却让比克获得腾出手的机会 两人的拳脚激烈地碰撞在一起 这时卡利弗拉突然出现在比克的面前 反应迅速的比克用手臂挡下卡利弗拉的拳头 这时比克的双眼散发出光芒 卡利弗拉的反应同样迅速躲开了光芒 但是比克又放出一个大波 可还是被卡利弗拉躲开了 可见如今的比克实力已经不弱于超二了 再加上卡利弗拉虽然是超二却有超三的力量 所以比克的真正实力已经达到超二巅峰 此时的加倍也很震惊这场战斗 本以为会是一边倒没想到却如此激烈 但是比克的处境也不是很好 差点就被卡利弗拉暗倒在地上 虽然比克用大波一直牵制卡利弗拉 但是卡利弗拉已经组件适应了 身为观众的悟空看出了比克的计划 但是卡利弗拉的眼里只有比克 这时加倍告知众人卡利弗拉的战斗方式 就是向眼前的敌人不断发起猛攻 这时卡利弗拉趁着比克凝聚大波的空打 即将挥出沙波大的拳头时 比克的手臂突然变长将卡利弗拉击退 这时卡利弗拉才注意到自己周边的变化 只见在卡利弗拉的周围 悬浮着无数的能量小丸子 这时悟空告知卡利弗拉太专注于眼前了 从而不关心周边的变化才落入陷阱 反观比克刚开始也担心自己的计划被知晓 多亏了卡利弗拉还是一个小矛头 让自己省了不少的事情 但是卡利弗拉并不是很担心 因为以自己的实力还是能击落一半的小丸子 但是卡利弗拉还是小瞧比克 只见比克开始准备魔灌光纱炮 卡利弗拉知道情况不妙必须赶紧突围 但是比克的小手指轻轻滑动 卡利弗拉周围的小丸子就攻击卡利弗拉 这时比克劝说卡利弗拉要投降就趁现在 但是卡利弗拉身为赛亚人 只有战败没有投降 这时比克的魔灌光纱炮已经准备完毕 坦言卡利弗拉要是被自己杀死可不要怪我 此时的卡利弗拉冷静下来分析局势 周围的小丸子虽然难缠 但比克所准备的招数才是最应该要注意的 卡利弗拉记得比克的招数速度虽然很快 但是这种招数在攻击结束后一定会有空档 要想打败比克自己就必须抓住这个空档 但是卡利弗拉想到比克或许还留有后手 自己必须扛下一百多颗小丸子的攻击 凭借自己的毅力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卡利弗拉接下来的打算 就是尽量避开比克的魔灌光纱炮 随后自己放出一个大波吸引比克的注意力 之后自己再以极快的速度打败比克结束战斗 这时比克觉得时机一到单手一挥 卡利弗拉周围的小丸子都冲向卡利弗拉 此时的卡利弗拉没有闪躲而是选择硬扛 随后卡利弗拉更是躲开比克的魔灌光纱炮 于是卡利弗拉也朝着比克放出一个大波 卡利弗拉的计划 所以比克在卡利弗拉放出大波的瞬间 自己就已经来到卡利弗拉的身后 就连被吉塔都夸赞比克完美抓住了背后 眼看比克击中卡利弗拉的脖子时 卡利弗拉的反应速度无比之快 虽然被击退却成功避免自己被打晕 此时就连比克也称赞卡利弗拉 如此情况下居然还能躲开自己的攻击 看到这一幕的加倍同样很高兴 但是卡利弗拉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原来卡利弗拉发现 比克刚才的攻击一开始就没打算击中自己 这让卡利弗拉很疑惑比克究极想做什么 就连被吉塔到现在才明白比克的作战计划 加倍还以为比克的作战计划 是从用小丸子包围卡利弗拉开始的 但是被吉塔看出比克的计划 是从知道自己和卡利弗拉的差距后开始 所以才会给这场战斗制定了一些获胜规则 此时的加倍还不知道比克制定规则的用途 最终还是被吉塔告知加倍 因为比克知道正面战斗自己肯定会输 但是有了这些规则自己就有获胜的机会 这时悟空也对加倍进行了说明 比克知道差距后一边保持距离一边警惕攻击 并且比克每次往后退的时候都会放出小丸子 准备好之后再把卡利弗拉推到准备范围 但是对于悟空和被吉塔来说 自己是不会用这样的战斗方式 比克的计划都被悟空和被吉塔说完了 所以比克只用承认两人的话就可以了 反观此时的卡利弗拉还以为 比克之所以用无数的小丸子包围自己 目的就是为了让魔灌光纱炮击中自己 原来比克早就知道以卡利弗拉的实力 无论如何都能避开自己的攻击 所以比克的魔灌光纱炮只是阳弓 真正的用意是隐藏气息来到卡利弗拉身后 但是比克没想到卡利弗拉的反应很迅速 即便是悟空和被吉塔都甘拜下风 但是卡利弗拉也是因为过于依赖这种能力 导致自己落入比克设好的圈套 然而比克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卡利弗拉明白 不是所有对手都会和悟空一样选择正面交锋 听完比克的讲述后卡利弗拉承认自己输了 即便自己的实力强过比克 自己却没有什么不服气 这时卡利弗拉让加倍和开尔赶紧过来 让比克老师给我们一些建议 比克心里坦言自己已经是孙家保姆了 可不想再来三个学生 随后众人来到天神殿 在天天的治疗下卡利弗拉很快就恢复了 就在这时悟空收到比鲁斯的传讯 原来比鲁斯明天早上将会抵达地球 让悟空给自己准备好美味的早餐 这时加倍以后悟空等人在谈论什么呢 听力过人的天天告知卡利弗拉 悟空是在谈论卡利弗拉留在地球的时间 随后天天告知卡利弗拉 明天早上之前有什么问题问悟空就赶紧问吧 另一边维斯询问比鲁斯是有什么打算吗 因为让卡利弗拉继续留在地球 将能从悟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这样一来就意味着第六宇宙的实力将会更强 但是比鲁斯的用意是为了奖励第六宇宙 因为在力量大赛上就是因为和开弗拉的战斗 让悟空有机会掌握自在疾异攻打败疾连 也是多亏了第六宇宙 悟空距离成为比鲁斯的强敌更进一步 另一边卡利弗拉确实有一个问题询问悟空 当初逼得悟空和贝基塔合体的敌人到底是谁 听到这话悟空打算带卡利弗拉去见一件布罗利 比克听到悟空的话脸都绿了 毕竟布罗利可是很恐怖的存在 所以比克打算阻止悟空的行为 觉得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 然而比克越是这样说 反而激发卡利弗拉的好奇心 卡利弗拉坦言自己一定要去看看 因为不知道布罗利是否还在当初的星球上 所以悟空就先打算去找戒王问问 这时贝基塔告知比克悟空不是笨蛋 之所以这样做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比克还是要以防万一 要是真的爆发战斗就用悟空的瞬间一动逃走 很快悟空就带着众人找到了布罗利 看到悟空等人的到来此来很是震惊 反观布罗利看到贝基塔也在一时间愣着 此时的贝基塔从布罗利身上感受到了恨意 但是现在的贝基塔一点都不慌 反而询问布罗利是否需要自己做对手 但是这次自己会在布罗利变强之前结束战斗 这时慈莱的出现让布罗利冷静了下来 原来布罗利怨恨的人是贝基塔王 慈莱让布罗利不要认错人了 而悟空也责怪贝基塔不要挑衅布罗利 反观加倍和卡利弗拉看到布罗利后 怎么看都看不出布罗利比悟空和贝基塔强大 但是同样身为传超的凯尔 却能感受到布罗利体内蕴含惊人的力量 另一边慈莱询问悟空这次来这里有什么目的 听完悟空的目的后慈莱很是激动 坦言自己不会答应布罗利战斗的 悟空本来还想劝说慈莱 坦言布罗利需要通过战斗来掌握自己的力量 但是慈莱觉得布罗利不喜欢战斗 不允许悟空对布罗利进行什么训练 这时悟空身后的卡利弗拉走了过来 坦言这种事情应该让布罗利自己来决定 但是慈莱却觉得卡利弗拉是不相干的人不要插足 但是卡利弗拉却不这样觉得 因为自己和布罗利一样都是塞亚人 于是卡利弗拉走到布罗利的面前 询问布罗利要不要和自己战斗一场 这时凯尔同样来到布罗利的面前 这是龙珠中唯一两位传说级塞亚人 凯尔觉得布罗利不是不喜欢战斗 而是不知道战斗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凯尔曾经也和布罗利一样有过这种情况 这时贝吉塔坦言相似的人会存在某种感应 听到贝吉塔的话凯尔和布罗利都很疑惑 随后贝吉塔告知两人 某种程度上说凯尔和布罗利都是突变的塞亚人 这时布罗利已经对贝吉塔没有敌意了 所以把自己美味的食物分给贝吉塔 但是贝吉塔可不会吃这些东西 这时贝吉塔又询问布罗利当初和自己战斗时 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是不是和巨猿有关 布罗利承认当初常态下就能和超神对抗的力量 就是自己体内的巨猿之力 但是自己却无法控制这股力量 这时卡利弗拉就疑惑了什么是巨猿之力 悟空告知卡利弗拉当有尾巴的塞亚人看到满月 就会变成一只大猩猩 但是像布罗利这种既没有尾巴也没有满月 还不用变成大猩猩就可以使用巨猿之力 贝吉塔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塞亚人 这时卡利弗拉疑惑难道不是因为有尾巴 所以第七宇宙的塞亚人才比自己强大吗 然而令我们没想到的是 没有尾巴的塞亚人反而是基础战斗力强大的证明 原来第六宇宙的塞亚人之所以能快速变成超赛 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没有尾巴 基础战斗力从一开始就比第七宇宙的塞亚人高 但是加倍觉得这就是所谓的突变 放到开尔身上就不适用了 但是贝吉塔觉得开尔要是有尾巴的话 或许就会和布罗利有相类似的情况出现 但是卡利弗拉却有些疑惑 因为开尔可以控制自己的力量 贝吉塔觉得这是和个人的成长环境有关 开尔身边有卡利弗拉这些朋友 但是布罗利的身边一开始只有自己的父亲 然而布罗利听了贝吉塔说了半天 最后却来了句其中很多话自己都听不懂 这时卡利弗拉再次询问布罗利 要不要和自己战斗一场 这时悟空让卡利弗拉不要一开始就拿出权力 因为布罗利没有经过系统性的修炼 所以还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 只能拜托卡利弗拉先训练一下布罗利 对于这样的要求卡利弗拉觉得很有趣 所以没有抗拒就答应悟空的要求了 于是卡利弗拉和布罗利的战斗即将开始 只见卡利弗拉并没有立马变成超赛 而是将常态状态下的实力提升到极致 两人的首次交锋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 但是随着战斗的逐渐升温 布罗利的实力也在慢慢地提升 只见布罗利挡下卡利弗拉袭来的飞踢 随后布罗利趁机抓住卡利弗拉 紧接着一拳挥出将卡利弗拉轰飞 可见布罗利的实力提升很快 常态下的卡利弗拉已经有点招架不住了 但是卡利弗拉毕竟参加过力量大赛 战斗经验比起布罗利还要丰富 所以布罗利鲁莽上冲反而露出破绽 被卡利弗拉的一脚狠狠击中 卡利弗拉又挥出一拳本想击退布罗利 可没想到布罗利却扛下自己的拳头 反观布罗利挥出的一拳却成功击退卡利弗拉 此时的卡利弗拉很是震惊 自己只要提升气息就会立马被布罗利追上 这时布罗利朝着卡利弗拉放出一个大波 常态下的卡利弗拉已经无法硬扛这样的攻击 于是卡利弗拉直接变成超赛形态 将布罗利扔出的大波控制在手中 随后卡利弗拉又凝聚出自己的大波 最后连同布罗利的大波一起返还给布罗利 可没想到布罗利居然没有闪躲 直接被卡利弗拉扔出的大波正面击中 然而有烟注定无伤 只见布罗利身上一点伤势都没有 这时布罗利的眼神变得更加灵敛 看着向自己冲来的身影卡利弗拉愣神了 当看到布罗利已经来到自己面前时 卡利弗拉用手掌接下布罗利的拳头 可没想到卡利弗拉的防御如此脆弱被攻破 而布罗利趁机施展王子战法 卡利弗拉见状只能狼狈地闪躲 随后看到布罗利再次凝聚大波时 卡利弗拉选择正面交锋同样凝聚大波 只见布罗利的大波朝着卡利弗拉抱射而去 而卡利弗拉的大波同样抱射而出 随后一声巨响传来是大波碰撞的声音 没想到这次大波比拼却引出一位老六 眼前之人正是弗利萨派来监视布罗利的小兵 另一边卡利弗拉和布罗利的战斗进入白热化 加倍看到这一幕坦言两人势均力敌 但是贝吉塔却看出卡利弗拉已经尽全力 但是布罗利却还有余力没有施展出来 但是布罗利现在的实力和卡利弗拉几乎相当 可见布罗利的实力和对手的实力挂钩 对手实力越强布罗利就会比对方略强 以至于加倍觉得布罗利岂不是没有上限 但是悟空当初和布罗利战斗时 自己变成超神时布罗利很快就超越自己 可当自己变成超蓝时布罗利就无法超越自己 可见布罗利也是有自己的上限 另一边卡利弗拉的体力好像已经达到极限了 此时的卡利弗拉都不得不感叹 这是自己第一次经历如此艰苦的战斗 这也使卡利弗拉用尽自己剩余的力量冲向布罗利 另一边弗利萨的小兵本想远离这里 可没想到探测器突然显示附近存在战斗力波动 只见这名小兵的身后出现一只巨大的脑袋 另一边悟空看出布罗利已经开始兴奋了 但是却没有因此失去理智 只要修炼一番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力量 所以悟空让卡利弗拉是时候结束这场战斗了 但是卡利弗拉就不答应了 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有 自己必须战斗到倒下的那一刻才行 可突然悟空和贝吉塔以及卡利弗拉 都能感受到布罗利的变化 只见布罗利突然抱起 嘴边喊着小八两个字后便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此时的辞来很是担心 要是小八出了问题被布罗利看到的话 说不准布罗利会再次陷入失控状态 另一边布罗利看到伤害小八的凶手 这模样是要杀死对方的气势 可没想到卡利弗拉竟然将布罗利拦下 卡利弗拉不知道小八对布罗利的重要性 并且眼前的小兵可是弗利萨的手下 手里不知道沾染了多少无辜之人的鲜血 但是以卡利弗拉的实力 要想牵制暴怒状态的布罗利几乎不可能 眼看布罗利的拳头即将击中卡利弗拉时 超神悟空突然出现在卡利弗拉的身后 这让卡利弗拉松了口气 不然自己真的会被一拳打爆 这时悟空让布罗利冷静下来 如果布罗利胡闹的话会很危险的 果然在悟空的劝说下布罗利逐渐冷静了下来 反观弗利萨的小兵因为布罗利刚才的暴气 直接被气势震晕了过去 很快悟空就打算结束这次旅行 打算下次再来给布罗利一个特训 于是悟空就通过瞬间一动带着众人离开 很快悟空等人就回到了天神殿 一场惊心动魄之旅就这样结束了 回到天神殿后贝吉塔就要回去准备美食 因为比鲁斯明早就会抵达地球 这时加倍询问能不能去师父家住一晚 贝吉塔并没有拒绝答应了加倍 以至于卡利弗拉和开尔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可没想到卡利弗拉竟然要去悟空家住一晚 单纯的悟空不知道带你孩子回家意味着什么 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拒绝卡利弗拉 并且从开尔和卡利弗拉的对话中得知 卡利弗拉去悟空家是带有目的性的 因为这些天卡利弗拉去过界王神界 以及界王星和贝吉塔家的重力士等等 这些地方对修炼都有一些帮助 所以卡利弗拉通过这些推断 悟空家肯定也存在对修炼有帮助的东西 然而当卡利弗拉和开尔看到悟空家后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房子 早知道就留在天神殿了 这时卡利弗拉听到悟空和奇奇谈话的声音 责怪悟空有客人就应该提前说一声 反观奇奇看到客人是两位女孩子后 这神情让身后的悟空很是忐忑 但是奇奇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很快就调整过来 坦言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女性塞亚人 开尔很有礼貌地向奇奇问好 至于卡利弗拉看向奇奇连句问候都没有 反而看向一旁的孙悟范 询问孙悟范也参加了力量大赛吧 孙悟范很谦虚 夸赞开弗拉和自己的父亲战斗很精彩 卡利弗拉坦言都是多亏了耳环的能力 随后询问孙悟范要不要现在来打一场 结果奇奇的死亡凝视告知两人不许战斗 但是卡利弗拉不知道悟空和孙悟范两人 在这个家里的地位 坦言是否战斗应该由我们来决定 可突然奇奇就向卡利弗拉宣布自己的主权 称卡利弗拉只是客人 而孙悟范也只是回来吃个便饭就会离开 一旁的开尔没想到自己的大姐居然被压制了 随后奇奇让悟空去抓一条大鱼回来 因为塞亚人的胃就是无底洞 自己准备的食物根本不够吃 至于卡利弗拉就先去洗个澡 很快我们就看到卡利弗拉舒服地躺在浴桶里 这时奇奇告知卡利弗拉 自己以前也学过一些武术 所以自己的本意本非是阻止你们战斗 而是因为除了战斗之外也需要好好休息 卡利弗拉询问奇奇是一位战士吗 奇奇并不认为自己是战士 而是一位曾经参加过武道会的地球人 并且自己就是在武道会上和悟空宣布结婚的 这时卡利弗拉又询问奇奇 和悟空结婚以来有没有吵架过 在奇奇的印象中自己和悟空并没有吵架过 并且悟空从来没有对自己吼过 以至于奇奇觉得只要不是敌人 悟空就不会对自己人怒吼 但是奇奇却告知卡利弗拉 当初在打魔人波欧和巴比迪的时候 悟空就罕见地对特南克斯怒吼过 这时卡利弗拉也告知奇奇 自己也完全不了解悟空 只知道悟空是一名战士而已 虽然自己和悟空都是赛亚人 但是悟空和自己以及开尔都不同 因为悟空一直很从容很平静 这或许是因为悟空受到地球的影响 以及身边有奇奇和戒王这样的人影响 就在这时卡利弗拉突然表示自己对悟空的仰慕 听到这话的奇奇让卡利弗拉不要开玩笑 虽然卡利弗拉的眼光确实不错 但是悟空现在可是我的男人 这时卡利弗拉让奇奇放心 悟空虽然比其他男人好 但是自己对大叔不感兴趣 也不知道卡利弗拉的话是真是假 很快洗完澡的卡利弗拉就换上奇奇的衣服 不得不说穿上这件衣服后 卡利弗拉的颜值瞬间就提升了几个段位 因为卡利弗拉和开尔的原因 可怜的孙悟天只能住在布马家一晚了 很快众人就开始享用桌子上的美食 很快卡利弗拉就吃饱了 坦言第七宇宙的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 这是一道声音在卡利弗拉的耳边响起 卡利弗拉一看原来是孙悟范 孙悟范得知卡利弗拉和开尔 今天和自己的父亲去了很多地方 卡利弗拉告知孙悟范 自己今天还和贝基塔以及比克战斗过 听到比克二字孙悟范就变得有些激动了 卡利弗拉坦言比克比想象中的还要强大 自己还想在力量大赛上和比克打一场吗 但是现在卡利弗拉对孙悟范更感兴趣 因为孙悟范怎么说也是悟空的儿子 并且在力量大赛上的表现也很惊人 想必是因为得到悟空亲自指导的原因吧 结果孙悟范告知卡利弗拉误会了 自己的师父其实是比克而不是自己的父亲 并且告知卡利弗拉悟空虽然是宇宙第一战士 但是和卡利弗拉所认知的宇宙第一不同 随后卡利弗拉听到了惊人的事情 原来悟空在一对一的战斗中几乎没有获胜以后 虽然悟空每次遇到的敌人 对方的初始实力都比悟空强大 但是悟空总能缩短彼此之间的差距 随后孙悟范又告知卡利弗拉 无论是自己还是比克都曾比悟空强大过 所以悟空的强大并不是很持久 听完孙悟范的话 卡利弗拉对悟空有了新的认识 但无论孙悟范如何说 在卡利弗拉这里有一点始终没有变 那就是悟空在自己心里永远是最强的存在 这时孙悟范突然变成神范形态 结果不是和卡利弗拉战斗而是要回家了 这时卡利弗拉询问孙悟范 要是还有向力量大赛的舞蹈会是否会参加 孙悟范同样很期待这样的事情 坦言到时候会和卡利弗拉好好打一场 看着孙悟范离去时所爆发的形态不是超赛 卡利弗拉知道这大概就是孙悟范的专属形态 很快新的一天已经来临 卡利弗拉也时候回到自己的宇宙了 琪琪看着两人要离开了 很礼貌地说到自己都没能好好招待呢 有礼貌的开尔立马说到怎么会呢 自己已经吃到美味的食物和在这里过夜了 反观卡利弗拉也终于变得懂些礼貌了 感谢琪琪帮助自己把衣服洗干净 并且称呼琪琪为姐姐 这时悟空告知两人比鲁斯快到了 自己赶紧去天神殿等候 说完悟空就带着两人通过瞬间移动离开了 很快悟空就看到比克和贝吉塔等人已经到了 而天天和波波先生正在准备早餐 这时卡利弗拉询问加倍 孙悟天和特南克斯怎么没有来 原来加倍去贝吉塔家后和两人又打了一架 估计是因为太累没睡醒 这时比鲁斯和维斯终于抵达天神殿 悟空告知卡利弗拉要是没有什么事情了 就去吃点东西再离开第七宇宙吧 没想到这次跟来的还是有象帕和巴朵斯 这时加倍打算拜托一下象帕能不能通融一下 因为几人还在在第七宇宙多留一些时间 但是卡利弗拉觉得虽然留了一些遗憾 但是想了想还是算了吧 这时悟空不知道和比鲁斯说了些什么 悟空就告知贝吉塔 在比鲁斯吃饭的时间里能不能让自己自行安排 但是凯尔觉得只有吃早餐的时间恐怕不够用 如果回去的时间耽误了象帕会生气的 这时悟空让卡利弗拉跟自己去一个地方 凯尔本想一同前往却被比克拦下 坦言从现在开始不要去打扰悟空和卡利弗拉了 悟空原本是打算带凯尔一起去的 但是精神时光屋只能同时进入两个人 不知道情况的加倍过来询问比克 于是贝吉塔告知加倍他们两人是要去精神时光屋 这时比克将悟空和比鲁斯刚才的谈话告知众人 原来在力量大赛上两人就有过约定 有机会的话找个地方两人会再打一场 所以悟空刚才是请求比鲁斯 给自己一点时间完成这个约定 对于这个约定凯尔早就忘记了 但是对悟空有所了解的比克来说 这种事情也只有悟空乐在其中 很快卡利弗拉就来到精神时光屋 便感受到一股寒气袭来以及一股重力 悟空告知卡利弗拉这就是精神时光屋的效果 先前已经和你们说过了呀 从现在开始精神时光屋里的时间差 会和外界的时间差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比鲁斯吃完早餐的时间是30分钟 那么悟空和卡利弗拉就可以待一周的时间 这时悟空告知卡利弗拉如果想战斗到底 就必须赶紧适应精神时光屋的环境 如此一来两人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战斗了 因为在卡利弗拉刚来第七宇宙时 悟空只是试探性地和卡利弗拉战斗 目的是想让卡利弗拉见识一下超三的实力 这时卡利弗拉询问悟空 要变成超三和自己战斗吗 悟空虽然没有明说 但也说明要看看卡利弗拉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悟空打算先和卡利弗拉简单战斗一下 好让卡利弗拉更快适应这里的环境 所以接下来的战斗胜负不重要主要是适应 所以悟空让卡利弗拉不要变成超赛 但是悟空为了让卡利弗拉认真一些 即便不变成超赛悟空还有其他招数 只见悟空喊出界王拳三的子 红色的气场瞬间从悟空体内喷涌而出 就这样两人的战斗即将开始 随后让卡利弗拉尽情放马过来吧 只见卡利弗拉连续挥出竖道拳头 却被悟空轻轻松松躲开了 此时的卡利弗拉难以置信 自己虽然能用肉眼捕捉到悟空 但是从开始到现在自己的所有攻击 却没有一次能打中悟空 这时卡利弗拉朝着悟空放出一个大波 但是悟空却很自信这样的攻击根本不用闪躲 果然悟空被大波正面击中后却纹丝不动 这时悟空终于开始反击了 卡利弗拉见状准备好砂锅大的拳头 然而在卡利弗拉挥出拳头的瞬间 悟空却以借王拳的惊人速度来到后方 卡利弗拉虽然反应迅速踢出一脚却落空了 但是悟空踢出的一脚却成功对准卡利弗拉 只不过悟空在踢出这一脚的瞬间 却突然撤掉借王拳的增幅 这让卡利弗拉很疑惑 原来悟空只是让卡利弗拉见识一下而已 并不是要和卡利弗拉奋出个胜负 因为精神时光屋的环境影响 卡利弗拉还无法随心所欲地发挥实力 随后悟空先让卡利弗拉休息一会 再过三天时间就应该能适应这里的环境了 不得不说悟空和卡利弗拉在精神时光屋的日子 简直就像一对小夫妻的幸福日常 这样的相处模式比起琪琪来说简直好多了 这天卡利弗拉终于适应了精神时光屋的环境 悟空看到这一幕也是很开心 毕竟其中可是有自己很大的功劳 这时卡利弗拉已经迫不及待想和悟空较量了 悟空却突然发话在休息两天 这让卡利弗拉很是疑惑 前三天不是已经吃饱贺族休息够了吗 但是悟空却说卡利弗拉还没有完全恢复 随后悟空劝说卡利弗拉就安心休息两天 这模样简直就像女朋友生气了悟空前来安慰 随后悟空一副很真诚的模样说道 这样做都是为了能和你真正的战斗 更何况卡利弗拉之前也没在这种地方修炼过 并且在力量大赛之前卡利弗拉就是个小混混 被悟空戒老底的卡利弗拉很尴尬只能答应 但是两天的时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 此时的卡利弗拉却已经觉得好无聊 这时卡利弗拉让悟空趁此机会教自己戒王权 觉得戒王权只要控制好气就能学会 但是悟空告知卡利弗拉戒王权没那么简单 更何况现在的悟空只想好好休息 如果施展戒王权的话又会徒增疲劳 但是卡利弗拉却看出悟空一点疲劳都没有 随后悟空告知卡利弗拉 那是因为自己刚才施展的只是普通版戒王权 因为戒王权是一种通过控制器 瞬间将力量提升数倍的招数 当初自己施展20倍戒王权 结果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 这时卡利弗拉就疑惑了 如果控制的好能否将戒王权提升到100倍 但是悟空却告知卡利弗拉办不到 因为和以前相比肉身强大的同时 自身的基础战斗力也提高了 基础战斗力越高戒王权的增幅就越大 将戒王权提升到20倍已经是不易的事情 但如果是一瞬间的爆发 戒王权或许能超越20倍的增幅 这时卡利弗拉又询问悟空 这样的话在超赛状态下施展戒王权岂不是更好 但是悟空却说超赛状态自身的气息很混乱 即便是熟练了变身也依然如此 这就让卡利弗拉更疑惑了 因为悟空却在超篮形态是施展了戒王权 原来超篮对气的控制力要求很高 并且也只有当自己的实力达到超篮的程度后 才达到能配合戒王权施展的条件 但是悟空却告知卡利弗拉 如果是在阴间就没有肉体上的附和 这样一来就可以在超赛状态下施展戒王权 这时卡利弗拉突然想到趁着现在有时间 让悟空给自己讲一讲以前的战斗经历 因为听孙悟范说过悟空曾经输过很多次 悟空听到卡利弗拉的话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没想到悟范这小子居然把这种事情说出去 看着卡利弗拉无聊得有些不安分 所以悟空就将自己过往的经历一一说了出来 卡利弗拉没想到悟空居然也有一位哥哥 就这样在悟空叙说经历的过程中 两天的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就在两人即将要展开战斗时悟空有话要说 悟空坦言和卡利弗拉战斗 自己不会变成超神和超蓝 这让卡利弗拉很疑惑 原来是因为普通人无法感知超神和超蓝的气息 并且自己要是变成超神或者超蓝 以卡利弗拉的实力绝对无法战胜自己 并且悟空告知卡利弗拉同样在超二形态 自己比卡利弗拉还要强大一些 说完悟空直接变成超赛形态 紧接着又告知卡利弗拉 如果能超出自己的气态 自己或许会变成超三也说不定 卡利弗拉吐槽悟空这种挑衅实在太拙恋了 随后告知悟空如果变成超三和自己战斗的话 话还没有说完卡利弗拉就先变成超二形态 随后坦言悟空变成超三就算自己获胜 只见卡利弗拉突然出击一脚正推悟空 卡利弗拉感受到比起刚进入精神时光屋 现在的自己比之前灵活多了 但这些情况也都在悟空的预料之中 卡利弗拉这才明白 这些天除了让自己能发挥出权力之外 更是为了让自己提高自身的战斗力 只见两人的拳头彼此交锋 悟空也承认卡利弗拉的猜测 因为现在的卡利弗拉还处于成长阶段 这时悟空挥出的一拳却被卡利弗拉躲开 反观卡利弗拉的手掌以地面为支撑 随后瞬间调整方向对悟空来了狠狠的一脚 此时的悟空和卡利弗拉彼此保持距离 坦言成长阶段的赛亚人确实是这样 能在战斗中快速变强快速适应对手 卡利弗拉坦言自己的成长会超出悟空的预料 而悟空也开始稍微认真变成超二形态 只见悟空朝着卡利弗拉快速冲去 变成超二后的悟空就是不一样 直接让超二的卡利弗拉节节败退 可以看出此时的卡利弗拉有点招架不住了 同样是超二自己却和悟空察觉如此之大 这时卡利弗拉被悟空一个气功炮阵飞到空中 而悟空以极快的速度来到卡利弗拉的身后 只见卡利弗拉被砸入地面后迅速调整好状态 悟空坦言卡利弗拉的成长速度确实超出预料 但是悟空对卡利弗拉的期待远远不止于此 这时卡利弗拉坦言在和悟空战斗的时候 自己的内心和灵魂都在沸腾 每当有这种感觉时就会有一股力量奔涌而出 说完卡利弗拉和悟空的战斗再次打下 悟空很高兴卡利弗拉已经能逐渐跟上自己了 但是悟空看出卡利弗拉的体力快要到极限了 这时卡利弗拉突然觉得身体失衡 原来是悟空突然后退并且凝聚了小丸子 但是悟空扔出的小丸子被卡利弗拉轻松躲开 只不过悟空却趁机施展了瞬间一动 可没想到悟空刚出现的瞬间 卡利弗拉就提前预判悟空会出现的位置 导致悟空直接被卡利弗拉正面踢了一脚 虽然卡利弗拉的敏锐性很不错 但是反应还是有所下降了 说完悟空一招寸拳直接把卡利弗拉轰飞 看着卡利弗拉此时的模样 悟空觉得这场战斗算是结束了 此时的卡利弗拉很是生气 自己没有做好战败的打算 突然卡利弗拉握紧拳头 全身散发出比之前更加惊人的力量 卡利弗拉打算再给悟空最后一击 说完卡利弗拉就挥出砂锅大的拳头冲向悟空 突然我们看到悟空的眉毛消失了 这一瞬间悟空变成了超三形态 只听见一声巨响传来是两人碰撞的声音 看到卡利弗拉的拳头被揭下 此时的卡利弗拉很不甘心 没想到自己来到第七宇宙后都没赢过 只见卡利弗拉最终倒在超三悟空的怀里 悟空夸赞卡利弗拉最后一击很漂亮 让自己在那一瞬间不得不变成超三形态 随后悟空坦言这次较量是卡利弗拉获胜了 紧接着悟空变回常态模样 一个公主抱将卡利弗拉抱在怀里 琪琪要是看到这一幕不知道会不会吃醋 很快卡利弗拉就醒了过来 听到悟空说自己变成了超三很疑惑 虽然只是一瞬间而已 但是悟空以为卡利弗拉会察觉到 然而卡利弗拉只记得自己权力的一拳被揭下 这时悟空告知卡利弗拉这次战斗是你获胜了 但是卡利弗拉却觉得自己都不知道情况 所以这场战斗是自己输了 但是悟空也觉得自己怎么说都变成了超三 自己也不能算是获胜了 最终两人决定这场战斗是平局 下次有机会再分出个胜负 这时加倍和贝基塔等人看向同一个方向 只见卡利弗拉和悟空从精神世光屋走了出来 看着即将要离开的卡利弗拉和加倍等人 贝基塔身为师父也嘱咐加倍不要懈怠 说不定自己有空就会去第六宇宙 于是加倍和贝基塔同样有了一个约定 听到这话的比克也来了兴趣 自己也想见见第六宇宙的那美克星人 就这样卡利弗拉和加倍以及开尔三人 跟着象帕和巴朵斯返回第六宇宙 注意看眼前的三个人 左边这位是蔚来特南克斯的儿子 中间这位是贝基塔的后代 右边这位这则是悟空的后代 故事发生在悟空死后的一百年 弗利萨父子被世人洗白成为大大的好人 曾经和悟空一同冒险的伙伴 如今都已经不在世上了 这天地球迎来一位不速之客 眼前这位和库尔德网友八分相似的人 正是弗利萨的亲戚名叫毕斯达 这时探测器突然有了反应 发现有八股强大的气正在靠近此处 毕斯达很是高兴 自己的复仇大计可以实施了 与此同时地球的大英雄正在艰苦地修炼 每天需要做四个俯卧撑和三个仰卧起坐 简直就是魔鬼般的训练 而大英雄的名字叫做哈洛夫 这时哈洛夫察觉到身后有一股气在靠近 毕斯达看到哈洛夫的发型 猜测眼前之人必定是塞亚人 于是我们得知眼前这位哈洛夫 竟然是贝基塔的后代 没想到毕斯达的数据库里 贝基塔竟然成为菜鸡 反观哈洛夫虽然不认识毕斯达 但是说到贝基塔的时候却充满了崇拜 甚至坦言自己是贝基塔最有价值的继承人 毕斯达也不废话摘下探测器 能动手就别说废话了 于是毕斯达开始准备变身 只听见一声声怒吼声开始响起 毕斯达的气正在快速飙升 只见毕斯达最终变成福利萨梦寐以求的模样 这身高是福利萨情愿放弃复活自己的父亲 做梦都想变成的模样 哈洛夫没想到毕斯达一开始就变身了 于是询问毕斯达到底是谁 随后毕斯达再次向众人介绍 自己是福利萨大王的亲戚 原来福利萨是皇族中人 毕斯达是来地球给福利萨报仇的 没想到哈洛夫却说了句关我批事 愤怒的毕斯达坦言待会就送大英雄上路 结果又被哈洛夫吐槽变身后体型变小了 更令人在意的是 毕斯达身后的尾巴也跟着变小了 但是在力量上毕斯达却提升了十倍 接连被嘲讽的毕斯达朝着哈洛夫冲去 没有提前察觉的哈洛夫知道情况不妙 毕斯达沙波大的拳头狠狠打脸哈洛夫 随后一招毕斯达流星拳对准哈洛夫猛打 紧接着又是一脚将哈洛夫踢飞 只见哈洛夫的身影狠狠砸在墙壁上 嘴硬的哈洛夫坦言这样的攻击不痛不痒 但是脸上鼻青脸肿的模样却骗不了人 随后毕斯达手掌般大小的脚掌抓住哈洛夫 紧接着脚掌发力将哈洛夫按入底下 这时哈洛夫不但没有慌乱 反而想到铁锅炖肉 就在毕斯达还想再次发力时 毕斯达的脚瞬间被一只手抓住 随后哈洛夫吃货的本性突然暴露 锋利的牙扣直接将毕斯达的腿咬断 疼痛感让毕斯达的眼珠都要爆开了 反观哈洛夫还询问毕斯达要不要来点 甚至还询问毕斯达有没有蛋黄将 没想到毕斯达竟然是千年难运 骨骼惊奇的练武器材 即便没有了一条腿也能进行反击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 毕斯达放出大波的方式不是双手或者双脚 而是从一处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此时的毕斯达总算出了口恶气 看着哈洛夫被甲丸烹饪很是开心 可突然毕斯达察觉到不对劲神情大变 原来是哈洛夫已经变成超赛形态 坦言毕斯达刚才的攻击挺损人的 反观毕斯达看到变身后的哈洛夫 吐槽变身后连身体都变亮了 此时的哈洛夫坦言毕斯达即便再放出一千次攻击 也无法伤害到现如今的自己 对于赛亚人会变身毕斯达事先并不知道 随后让哈洛夫死前报上自己的大名 于是哈洛夫再次介绍自己 称自己是超级赛亚人哈洛夫 没想到毕斯达一听瞬间哈哈大笑 吐槽这个名字太愚蠢了 听到毕斯达的嘲笑声哈洛夫怒了 坦言这可是我爸爸给我取的 只见哈洛夫流着泪水朝着毕斯达放出大波 看来毕斯达的话让哈洛夫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看到袭来的大波毕斯达无比的自信 坦言自己一根手指就能将其挡下 结果毕斯达瞬间被大波击中 但是毕斯达再次坦言充其量只是挠痒痒 最终毕斯达的下场就是死无全尸 反观哈洛夫对大波的控制还不熟练 简直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没想到哈洛夫竟然如此厚颜无耻 毕斯达要是还活着听到这话估计都被气死 这时哈洛夫想到毕斯达刚才的话 得知除了毕斯达之外还有其他人会降临 于是朝着天神殿的方向飞去 打算将这件事告知其他伙伴 与此同时在地球外太空有一艘宇宙飞船 只见飞船中同样有一位弗利萨的亲戚 这时手下前来告知 毕斯达估计无法将烤串打包带回来 听到这话这位大人很是生气 本来还想尝尝不加洋葱和白沙丝的烤肉串 于是愤怒地召集兄弟 询问是否有信心打败可恶的塞亚人 于是我们看到除了毕斯达之外 没想到弗利萨居然还有这么多亲戚 高的胖的瘦的矮的都愁起了 眼前的四人各有各的特长 有的人智商达到一千 有的人特别能吃 很快这些人就来到地球上 密密麻麻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 整个地球上的强者都被探测器一览无遗 发现有三名强者汇聚在空中的一座岛上 与此同时在天神殿上 眼前这位满脸皱纹的家伙正是比克 这时比克发现空中出现不明物体 仔细一看竟然是时光机器 要知道能制造时光机器的人只有布马 很快就有一道身影从时光机器中走了出来 他的名字叫做杜兰克斯 乃是特南克斯的儿子 身上还有富可敌国单身多年的标签 而杜兰克斯穿越而来的原因 竟然是为了打败人造人拯救心脏病的悟空 比克听到这话都无语了 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 于是杜兰克斯将原因推给时光机器 吐槽布马奶奶有老年痴呆 所以这台时光机器也是 这时比克告知杜兰克斯 有一群傻帽来找麻烦你并不会白跑一趟 这时我们又看到一位熟悉的身影 托特马特正是悟空的后代 这时哈洛夫发现身后出现一道身影 正是前来寻仇的施特夫勒大帝 施特夫勒坦言自己不会亲自出手 手底下的一千位精英就足以打败哈洛夫 哈洛夫和杜兰克斯看着前方 反倒是托特马特发现了情况 只见比克和天天觉得情况不妙跑路了 看来变老后的比克已经没有当年的锐气了 施特夫勒看到这一幕很是高兴 坦言比克还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这时哈洛夫询问波波先生哪去了 自己现在急需先斗恢复 结果此时的波波先生正在上厕所 这时施特夫勒让手底下的人全部出击 杜兰克斯看到这一幕 心里坦言早知道就和比克一起跑路了 可下一秒三人集体变成超赛形态 杜兰克斯因为留长发的原因 只是变成超一雀和超三一样 反观施特夫勒发现探测器无法读取出数据 知道情况不妙赶紧跑路 龙珠中悟空和巴达克长相一模一样 而小时候的孙悟天也和悟空长相一样 理智瑜就有一些朋友疑惑 达列斯到底是不是巴达克的儿子 悟空同父异母的兄弟呢 故事发生在贝基塔行星被毁灭的前一年 这天巴达克刚执行任务归来 看到拉蒂兹的身边还有一道身影 模样竟然和悟空小时候一模一样 随后拉蒂兹告知巴达克这是达列斯 听到这个名字 巴达克隐约觉得在哪里听到过 这时就连拉蒂兹都坦言 达列斯和自己的父亲长相一模一样 疑惑达列斯真的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吗 但是想到塞亚人都是大众连也没有多在意 这时达列斯竟然喊出妈妈两个字 当巴达克看到突然出现的女子后很是震惊 随后一副我懂了的神情 看来两人之间有什么所不知道的故事 反倒是单纯的拉蒂兹看不出一样 向女子介绍这是我的爸爸 不用拉蒂兹说女子就喊出巴达克的名字 这让拉蒂兹觉得很疑惑 眼前的阿姨怎么知道自己爸爸的名字 随后女子又说出达列斯的父亲 刚执行完任务回到自己的岗位 只是小孩子的拉蒂兹听不出话中的意思 反而高兴地邀请两人去自己家里做客 这时女子询问拉蒂兹 巴达克是否会把机内介绍给自己认识 听到这话的女子嘴角露出微笑看向巴达克 这让身经百战的巴达克也忍不住惊慌失措 于是巴达克笑着对拉蒂兹说道 告知拉蒂兹还是下次再邀请吧 由此可见塞亚人虽然都是大众连 但能尝出一副一模一样的面孔 也只有存在血缘关系的父子才能半疼 很快距离贝吉塔行星毁灭只剩下三天时间 这天塞亚人正在举办少年舞蹈赛 获胜者可以到其他宇宙进行侵略战斗 这是每一位塞亚人都很期待的事情 只见擂台上拉蒂兹气喘吁吁 原来是被一位塞亚人踩在脚下 这位塞亚人名叫沙奥托 沙奥托很是嚣张让拉蒂兹赶紧投降吧 地旁的达列斯不想看到拉蒂兹受怒 所以也劝说拉蒂兹投降 但是拉蒂兹却听出了弦外之音 只见拉蒂兹让沙奥托把脚拿开 紧接着露出一副可怜的模样 称自己不想输得那么惨 难怪当初拉蒂兹能骗过悟空 感情拉蒂兹的演技从小就开始了 只见拉蒂兹趁机抓住擂台上的尘土 就在沙奥托抬起脚的瞬间 拉蒂兹瞬间将尘土撒向沙奥托 此时的擂台上已经尘土飞扬看不清情况 反观沙奥托的视线同样被尘土遮挡 就在这时达列斯居然上场帮忙 抓住沙奥托的尾巴让其失去战斗力 而拉蒂兹则是趁机朝着沙奥托重来 只听见一声巨响 沙奥托的身影朝着擂台外飞去 随后又是砰的一声 沙奥托已经飞到擂台外 最终这场战斗使拉蒂兹小组获得胜利 可见拉蒂兹和达列斯从小就心术不正 为了获胜不择手段 沙奥托怒骂拉蒂兹不讲伍德卑鄙无耻 但是拉蒂兹和达列斯却是一笑而过不以为然 此时两人已经迫不及待想去侵占别的星球 打算要在弗利萨的面前好好表现一番 就在这时达列斯来到育儿仓面前 于是我们看到刚出生不久的悟空 模样上和达列斯简直是一模一样 这时达列斯打开探测器发现 悟空的战斗力只有二 就在这时一位老人出现在两人的身后 告知拉蒂兹悟空因为战斗力有点低 所以会被送到边远的星球也就是地球 这也是为何拉蒂兹能找到悟空的原因 这时三人的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只见一道身影从两人面前快速经过 这时拉蒂兹急忙喊出爸爸两个字 巴达克这才停下脚步回头一看 因为多年在外征战的原因 导致巴达克没能第一眼认出拉蒂兹 随后达列斯和巴达克分享三人的成果 坦言自己三人获得征战其他星球的机会 巴达克一听很是高兴 随后将手臂上的闭环摘了下来送给拉蒂兹 坦言下一次我们父子两并肩作战 这让拉蒂兹很是高兴 却不知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另一边弗利萨已经下达灭绝塞亚人的命名 于是我们看到正在执行任务的沙奥托 身后突然出现两道身影 当沙奥托回头一看 发现是弗利萨的手下以为是自己的援军 告知对方敌人差不多被自己全灭了 结果等到的不是夸奖而是对方的枪口 只听见一声巨响杀奥托直接领和饭了 与此同时在另一颗星球上 同样正在执行任务的塞亚人 已经被弗利萨的手下瞄准 随后我们看到一朵蘑菇云升起 反观拉蒂兹所在的三人小队 如今已经有一位成员领和饭了 至于拉蒂兹和达列斯同样伤痕累累 而两人的对手则是两只巨大的怪物 这时达列斯朝着其中一只放出一个大波 虽然成功击中了对方 但是却只是挠痒痒的威力 反而把眼前的怪物彻底的惹怒了 于是两只怪物开始追赶拉蒂兹和达列斯 就在这时达列斯不小心被绊倒 拉蒂兹回头一看发现怪物已经袭来 不等拉蒂兹回过神来 达列斯就被怪物的巨角踩在脚下 看着已经没有动静的达列斯 拉蒂兹不知道另一只怪物就在自己身后 另一边巴达克成功逃脱追捕 正赶回贝基塔行星 这时飞船上的通讯器突然响起 让巴达克听到对方的谈话 随后得知拉蒂兹和达列斯都被杀死的消息 此时的巴达克无比的愤怒 坦言要让弗利萨血债血肠 然而巴达克的下场我们也看到了 直接被弗利萨的一个大波带走 反观此时的拉蒂兹并没有死 而是成功躲到一个山洞 就在这时拉蒂兹不小心弄出了声响 导致拉蒂兹的位置暴露 眼看拉蒂兹也要领盒饭的瞬间 这只怪物突然倒下了 这让拉蒂兹搞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这时拉蒂兹的身后出现两道身影 就这样贝吉塔和拿帕以及拉蒂兹三人从此组成新的三人小队 反观毫无动静的达列斯依然躺在地上 可这是一颗果实出现在达列斯的身边 而这颗果实就是精神果 龙珠中悟空和贝吉塔死后的100年 那些熟悉的面孔都一一消失了 但是塞亚人的血脉依然延续没有断绝 但是在实力上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直到悟空死后的2000年才开始发生变化 散落在宇宙各地的塞亚人纷纷前往地球 大多数塞亚人决定留在地球上生活 以至于塞亚人的数量开始逐渐增多 但是在这些塞亚人当中也有一些好战分子 对地球人展开攻击企图回到征战的岁月 于是一场关于地球人和塞亚人 以及混血塞亚人的战斗就此爆发 然而经过多年的战斗这些暴乱者被打败了 于是乎这些塞亚人只能东躲西藏 并且这2000年里塞亚人因为和地球人结合 从而诞生出翠绿色和深红色以及银色 三种崭新的超级塞亚人形态 并且在十几年前诞生出一位传说级的塞亚人 对方试图统治地球以及整个宇宙 而他的名字叫做艾维尔克 然而有一天晚上巴达克家族的成员 也就是悟空的后代决定进行反抗 为了保障自己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 名为约翰也就是悟空的后代 让自己的老婆带着孩子离开 面对生死危机身为老婆不会抛弃丈夫 这时约翰露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让自己的老婆无论如何也要带孩子一起离开 面对约翰的怒斥简一覆舍不得的模样 因为简知道留下来就会被杀死 看着老婆担心自己的模样约翰心软了 坦言自己不想老婆和孩子出事 随后约翰和自己的老婆说了很多话 大代意思就是让简为我们的孩子考虑 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有可能会被团灭 这时约翰感应到一股强大的气息 不出意外正是艾维尔克 约翰让老婆赶紧带着孩子离开 看着怀中熟睡的婴儿 简最终狠下心来一个暴气离开了这里 约翰知道这是自己和老婆以及孩子的最后一面 为了掩护老婆和孩子离开 约翰奋不顾身暴露自己吸引艾维尔克 反观此时的简正带着孩子朝着正义联军飞去 这时简突然怒骂约翰 坦言约翰怎么可能一个人就阻止艾维尔克 于是简打算将孩子带到安全地方后 自己就通过瞬间一动前去支援约翰 可没想到正在快速飞行的简突然停了下来 并且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愣在空中 原来是因为简感知到约翰的气息消失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简祈祷这都是假的 可最终约翰的气息完全感知不到 简知道约翰已经被艾维尔克杀死了 此时的简虽然无比的愤怒却没有失去理智 而是加快速度朝着正义联军飞去 可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一个大波击中简的背后 此时的简因为约翰的死症处于伤心阶段 所以刚才的攻击并没有感知到 这时一道声音出现在简的背后 当简回头一看发现正是艾维尔克 银色的头发配上银色的鬃毛 这不正是超级赛亚人五形态的模样 此时的简知道战斗已经不可避免了 于是直接变成超级赛亚人三形态 艾维尔克打算给简一个权力战斗的机会 十秒钟的时间让简将孩子藏到喜欢的地方 听到这话的简先是一愣随后反应过来 二话不说直接爆发出权力带着孩子离开 此时的艾维尔克正在进行倒计时 反观简在城市中四处寻找 最终找到一处适合安放孩子的地方 只见简用力踢出一脚将舱门打开 随后将孩子平缓放入其中保护起来 反观十秒的时间也在这个时候用完了 艾维尔克无比兴奋地开始自己的狩猎行动 以艾维尔克的实力很快就找到简的踪迹 坦言简的这些小把戏改变不了什么结果 这时艾维尔克挥出的一拳被躲开 反倒是简在侧面已经准备好反击 只听见简一声怒吼 这声怒吼中包含了丈夫被杀死的愤怒 艾维尔克刚转过头来却没有时间闪躲 直接被简的攻击正面击中 地面上的大楼瞬间坍塌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艾维尔克并没有想象中被简轰飞 反而是简的双手被艾维尔克抓住 此时的艾维尔克坦言简刚才的攻击不错 确实可以将普通人打死 但是自己可不是普通人 随着艾维尔克的加大握力 简趁着护腕碎裂的瞬间挣脱束缚 紧接着将自己的手掌对准艾维尔克 只见艾维尔克直接被简的大波正面击中 但是超三和超五之间的差距可是很大 导致简的攻击对艾维尔克起不到效果 甚至现在的自己不是艾维尔克的对手 甚至给对方挠痒痒都办不到 于是简一声怒吼突然爆起 看来是打算全力以赴了 可以看到简的模样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但是艾维尔克的神情却丝毫不变 最终我们看到简从超三变成了超四 因为赛亚人血脉经历了2000年的演变 导致超四形态的棕毛变成了金色 但是头发的颜色却没有多大的变化 因为丈夫被艾维尔克杀死 如今艾维尔克又想杀死自己的孩子 这让简无比的愤怒 说完简朝着艾维尔克快速冲去 虽然简已经是超四形态 但是面对超五的艾维尔克依然不是对手 任由简的攻击如何凶猛 艾维尔克都是一副轻松自如的模样 这时艾维尔克挥出一拳被简躲开 简抓住机会近距离放出一个大波 看着艾维尔克的位置发生爆炸 简也不知道自己的攻击是否起到作用 这时快速后退的简突然撞到什么东西 知道身后之人是艾维斯卡的简 二话不说转身就是一个飞踢 没想到艾维尔克更快一步 避招膝盖踢直接打断简的攻击 并且艾维尔克觉得这场战斗有些无聊了 不打算继续和简耗下去 于是艾维尔克直接将简一拳轰飞 看着简被狠狠轰入地面 艾维尔克以为自己可以清闲一段时间了 艾维尔克顺着大波袭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简尖难得站起身来 坦言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吗 这时艾维尔克来到简的面前 坦言简已经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可没想到艾维尔克本不打算杀死简 反而让简去医院看一看 听到这话的简觉得很惹性 坦言艾维尔克是个虚伪小人 说完简再次朝着艾维尔克冲去 满血状态的简都不是对手 更别说是残血状态的简了 直接被艾维尔克一拳踢飞 可以看到此时的简已经变回常态模样 这时艾维尔克快速来到简的面前 并且将自己的手掌按住简的脑袋 随后艾维尔克直接近距离放出大波攻击 如此近距离的攻击换成其他人已经死了 但是斯维尔卡对简没有下杀手 不然以超武打常态简早就领和饭了 这时艾维尔克再次来到简的面前 坦言自己只想找简的女儿 希望简不要再来阻止自己 可就在这时简突然拿出一个小东西 原来这是一个特殊的定位追踪器 只有通过这个才能找到简的女儿 随后简直接将追踪器捏碎 坦言自己女儿身上有隐形衣 可以屏蔽探测器的追踪 此时的艾维尔克有点生气了 看到这一幕的简反而有些高兴 虽然让艾维尔克继续战斗 直到其中一方被杀死为止 可突然艾维尔克却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幕让简有点搞不清楚情况 但是艾维尔克也是有点脑子的人 通过分析猜测出简将孩子隐藏的大概位置 八九不离时就在人类的避难所 综上所述斯维尔卡已经知道孩子的位置 听到这话的简以为艾维尔克在诃骗自己 艾维尔克不想和简多说废话 而是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猜测 因为担心孩子的安全简没有及时反应过来 自己就突然被艾维尔克一脚踹飞 可以看到简的身影一直在飞行当中 最终简的身影在一处熟悉的地方停下了 当简慢慢站起身来的瞬间 突然意识到这里有点眼熟 随后简无比震惊地看向身后 正是自己将孩子藏起来的地方 艾维尔克也不打算进行开场白了 直接对准孩子隐藏的地方放出大波 但是艾维尔克却高兴不起来 反而说了句还能动得这么快 原来在危机时刻简身为母亲的力量爆发 及时将自己的孩子解救了出来 看着没有受伤的孩子简很是高兴 可这时艾维尔克朝着简缓缓走来 坦言让简把孩子交出来 突然我们看到简用自己的尾巴 将自己的孩子捆起来放到自己身后 看到这一幕的艾维尔克都笑了 询问简真的要这样子和我战斗吗 这时简告知艾维尔克自己还藏了一手 随后简用尾巴遮住孩子的眼睛 紧接着做出一个我们熟悉的动作 只听见太阳拳三个字从简的口中说出 即便是强大的艾维尔克也招架不住太阳拳 看着此时的艾维尔克已经无法看清 简打算抓住这次好机会准备龟派气功 可没想到艾维尔克却突然笑 随后准确无误朝着简冲去 坦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即便眼睛看不见自己也能行动 但是艾维尔克的拳头并没有击中简 原来简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随后从艾维尔克的背后放出龟派气功 此时的艾维尔克已经被龟派气功困住 简知道这并不足以打败艾维尔克 所以带着孩子赶紧撤离 而简的目的地就是前方这个破烂的小房子 只要进去这里艾维尔克就拿自己没办法 可没想到距离安全屋只差百米之遥 抱住孩子导致孩子只能掉落在地上不知所措 看着多次浪费自己时间的简 此时的艾维尔克对简已经有了杀星 如果悟空没有被送到地球 当塞亚人入侵地球时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上期视频中巴达克取代贝基塔王的位置 并且还推翻了弗利萨的统治 导致整个宇宙都成为塞亚人一族的狩猎场 这天有五位塞亚人正朝着地球的方向飞来 通过计算地球的平均战斗力为3.35 而这次负责带队的人居然是拉蒂兹 与此同时在布玛家传来修炼的声音 可以看到其中一人是克林 另一人则是雅木查 而他们的师父则是闺仙人 此时的克林因为肚子饿导致分神 雅木查抓住这个破绽一拳将克林轰飞 可见早期的雅木查实力比克林还要强大 突然布玛来到三人的面前告知有紧急情况 通过记者的报道得知有几座城市的人 几乎被人屠杀殆尽没有活口 而这些拥有人类外表的恶魔 正是来到地球的五位塞亚人 如今这些塞亚人正朝着第六座城市推进 龟仙人也知道这些塞亚人的强大 所以没有钱去阻拦而是收拾东西跑路 眼前的塞亚人对这场单方面的屠杀很满意 拉蒂兹身为领队要告诫众人团队的重要性 看到同伴被教训其他几位塞亚人幸灾乐火 这时一位巡逻的塞亚人过来 坦言这座城市已经没有活口了 可这时有一道身影站了出来 没想到面对外地陶白白选择站了出来 眼前的塞亚人对陶白白是谁很疑惑 竟然没有声息就出现在自己身后 可突然陶白白快速来到塞亚人的身后 只见陶白白一招空手批 塞亚人根本没能及时反应就被击中 原来陶白白出手不是为了大意 而是接到了委托才选择出手 与此同时拉蒂兹的探测器 在陶白白出手的时候有了反应 很快我们就看到三位塞亚人通过探测器 从天而降将陶白白团团包围 面对敌众我寡陶白白选择先撤离 然而还没等陶白白施展玉珠飞行 拉蒂兹快如闪电的身影袭击了陶白白 只见陶白白面朝黄土已经没有了气息 其他塞亚人同样感知到 自己的一位同伴刚才已经死于陶白白之手 可没想到这名倒下的塞亚人突然活了过来 但是吐槽陶白白刚才下手还真有点重 这时一名男性塞亚人想到 被拉蒂兹轻易杀死的人不可能太强 很快塞亚人降临地球的时间已经有了数周 我们看到克林已经被杀死 就连龟仙人也没能幸免 就更不用说了 天神殿上天神看到这样的人间炼狱 作为地球的守护者天神选择出手了 然而波波先生要是愿意出手 凭借一千的战斗力横扫塞亚人不成问题 与此同时一位老人家和一位小孩子 眼看就要被塞亚人杀死时 天神及时赶到将塞亚人的大波弹飞 看到天神出手女性塞亚人询问是何方神圣 然而天神没有多说一句废话 快速来到女性塞亚人的身后将其击落 随后天神的双手快速凝聚大波 不给女性塞亚人反应的机会 天神的大波已经暴射而出 只听见一声巨响女性塞亚人第一个领合法 看到这一幕的男性塞亚人无比的震惊 然而就在对方震惊的时候 天神已经来到对方的身后 只见天神趁着对方愣神之际快速上冲 巨大的手掌直接拿捏男性塞亚人 与此同时另一位男性塞亚人来到大坑 发现自己的同伴已经被刚才的大波杀死 身为领队的拉蒂兹此事无比的愤怒 即便能活着回去自己也会被挨骂 于是拉蒂兹朝着天神所在的位置冲去 反观此时的天神眼看就要拿下二杀石 没想到拉蒂兹突然出现在身后 没能及时反应的天神被拉蒂兹击落 此时的天神能感觉到拉蒂兹很强 恐怕自己不是拉蒂兹的对手 这时拉蒂兹也看出天神是那每颗星人 坦言死在自己手里的那每颗星人被不少 说完拉蒂兹就扔出一个大波 打算让天神和去死的那每颗星人团聚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波波先生突然出手 在大波落地之前将天神救走了 就连拉蒂兹也看不清发生了什么 可见波波先生的实力深不可测 反观此时的天神殿上 天神感谢波波先生救了自己 坦言拉蒂兹很强大自己无法伤害对方分号 这时波波先生想到可以用魔法 这样一来肯定能将拉蒂兹困住 但是天神需要为更多的入侵做准备 魔法只能暂时解决眼前的危机 自己需要更多的力量以防以后的危机 于是我们看到神龙的身影出现在天神殿上 天神许愿让自己恢复原本该有的力量 对于神龙来说这个愿望很简单 于是我们看到天神恢复成年轻的模样 但是天神发现自己并不完整 这时我们看到天神的身后出现一道身影 没想到这道身影正是比克大魔王 此时的比克大魔王很高兴自己恢复自由了 通过神龙比克大魔王已经得知缘由 天神打算和比克大魔王合二为一 如此一来打败入侵的赛亚人不成问题 对于比克大魔王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没想到比克大魔王没能飞出天神殿 原来天神已经实现做好防范 知道自己无法离开天神殿后 比克大魔王直接充当观众欣赏这场表演 看到比克大魔王居然要摆烂 天神为了人间最终选择了妥协 答应和二为一后以比克大魔王为主 只见比克大魔王将手放到天神的身上 最终天神和比克大魔王成功和二为一 没想到比克大魔王刚恢复完毕之身 就打算试一试自己的力量 波波先生察觉到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 只见比克大魔王对准波波先生放出大波 也不知道波波先生是否已经被杀死 感到自己强大的力量后 比克大魔王觉得是时候清理塞亚人了 说完比克大魔王就离开了天神殿 与此同时塞亚人正在屠杀普通人 就在这时比克大魔王突然出现 坦言这样杀死人类不够残忍 应该是一个一个的杀死才不算浪费 比克大魔王在说话时已经发起了攻击 眼前的这位男性塞亚人根本无力反抗 这时比克大魔王来到对方身后 紧接着直接将对方拎起 并且在拉蒂兹等人的目睹下 比克大魔王一个大波将这名塞亚人抱头 看到这一幕两位塞亚人瑟瑟发抖 就连拉蒂兹也感到无比的震惊 突然拉蒂兹来到比克大魔王的身后 只可惜如今的比克大魔王已经惊飞膝 拉蒂兹挥出的拳头被轻易接下 随后比克大魔王给了拉蒂兹一巴掌 紧接着比克大魔王一个膝盖踢 瞬间让拉蒂兹怀疑人生 不明白比克大魔王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强大 反观空中的两位塞亚人看到这一幕 直接扔下拉蒂兹独自跑路了 看到这一幕的比克大魔王让小点心不要跑 可这时拉蒂兹抓住机会冲向比克大魔王 并且告知比克大魔王自己的探测器 已经将这里的事情告知其他塞亚人 即便自己被杀死还会有更多的塞亚人前来 然而比克大魔王不但挡下拉蒂兹的攻击 还坦言自己会很期待更多的塞亚人到来 说完比克大魔王直接施展电光炎 瞬间就穿透拉蒂兹的身体 成功击中逃跑的两位塞亚人 空中瞬间就传来两声巨响 随后比克大魔王抓住拉蒂兹的脖子 让拉蒂兹告知其他塞亚人 让他们派出军队自己的大军在地球等着 说完拉蒂兹就倒在比克大魔王的面前 众人看到这一幕把比克大魔王当成救世主 然而比克大魔王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这个世界的折磨才刚刚开始 随后说出自己比克大魔王的名号 其中一位老人听到后无比的惊恐 知道这个世界要完蛋了 做完一切的比克大魔王飞向远方 不知道接下来等待这个世界的会是什么 弗丽萨居然有一个儿子名叫艾泽 即便贝基塔变成超三形态都打不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自从弗丽萨和沙鲁以及魔人波欧被打败后 紧接着又打败了贝比和超级17号 以及最后的七只邪恶龙 悟空最终和神龙离开了地球 但是地球的危机却没有因此解除 因为在宇宙中的一颗星球上 弗丽萨军团的残余势力还没有解散 因为弗丽萨还有一张王牌没有使用 那就是弗丽萨的儿子艾泽 刚解冻的艾泽已经忍不住想和强者战斗 手下听到艾泽的要求后 立马安排艾泽前往存在强者的星球 很快我们便看到在宇宙中的某颗星球上 和打普拉同种族的强者被劈成两半 艾泽吐槽对方的实力实在太弱了 这些渣渣都不值得艾泽拿出权力 每一个都是轻轻一碰就死了 这是一位小兵想起到了悟空 毕竟能打败弗丽萨大王的人 应该能满足艾泽大人的需求 艾泽听完后果然来了兴趣 轻松地找到了 艾泽立马下令前往地球会议会悟空 与此同时距离悟空和神龙离开已经三年了 此时的小芳已经16岁 并且已经是一名高中生 这时几名劫匪抢劫银行还挟持了人质 小芳继承了父母扬善除恶的基因 路见不平自然要站出来一声吼 随后小芳快速上冲 一招飞梯横扫瞬瞬间结束战斗 吓得劫匪直接举起白气投降 反观三年后的天下第一舞蹈会上 我们看到裁判已经变成了地中海 而欧布假扮成怒瓜侠参加这次比赛 而欧布的对手则是公牛队长 以欧布的实力只用一招就结束了战斗 最终欧布获得这次比赛的冠军 而冠军则是可以和撒旦进行较量 但是撒旦也深知自己已经年老了 所以打算借助这个机会宣布退出五刀界 随后撒旦让欧布摘下面具 最终宣布由欧布继承自己的一波 与此同时在布马家的重力室 我们看到贝基塔经历了三年苦修 终于可以变成超三形态 但是刚变成超三需要时间来适应 于是贝基塔又在重力室里修炼了几天 最终超三形态已经可以自由掌控了 可无论贝基塔如何修炼 始终无法变成超四形态 这并不是因为贝基塔的实力不够强 而是因为贝基塔没有尾巴的原因 如今的贝基塔要想变成超四 依然需要借助布尔兹光波的照射 从重力室里出来的贝基塔遇到女儿布拉 不得不说布拉完美继承了布马的优良基因 因为贝基塔一身的汗臭味 被自己的女儿亲口吐槽 对于女儿控的贝基塔来说简直是暴击伤害 三年期间发生变化的人还有孙悟天 因为孙悟天如今已经结婚了 并且得知自己要当爸爸 反观孙悟范还在专研自己的学术 可突然孙悟范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地球 反观贝基塔也有所察觉 孙悟天和特南克斯纷纷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只见外太空一艘宇宙飞船正在靠近地球 贝基塔已经计算好飞船会降落的地点 很快飞船就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看着飞船的模样 所有人都露出震惊的神情 降落后的艾泽立马命令手下把悟空找出来 结果却探查到六股强大的战斗力波动 很快贝基塔等人就出现在艾泽的面前 因为艾泽之前一直处于冰封状态 所以不认识眼前的贝基塔 而贝基塔同样也不认识艾泽 询问艾泽到底是什么人 有觉悟的小兵立马向贝基塔介绍 这位乃是弗利萨大王的儿子艾泽大王 贝基塔一听以为艾泽是来复仇的 结果艾泽坦言贝基塔误会 自己只想找个厉害的对手 贝基塔一听直接毛遂自荐 坦言只有自己才能对付艾泽 艾泽一惑贝基塔很强吗 没想到贝基塔有些膨胀了 称自己比悟空还要强大 随后贝基塔更是提醒孙悟范等人 让孙悟范不要插手自己的战斗 说完贝基塔一声怒吼开始暴气 瞬间就变成超二形态 但是贝基塔的暴气依然没有停止 只见贝基塔的眉毛瞬间消失了 很快超三形态的贝基塔闪亮登场 孙悟范看到贝基塔变成超三很是震惊 就连欧布也震惊贝基塔的气无比强大 只见贝基塔朝着艾泽快速冲去 没能及时反应的艾泽被一拳击中 但是艾泽也回礼了贝基塔一脚 这一脚却成功将贝基塔击退 看着艾泽的笑容有种被小瞧的感觉 愤怒的贝基塔再次上冲 挥出一拳却被艾泽躲开 随后两人的双手进行碰撞 艾泽踢出一脚却扑了的空 反观贝基塔已经来到艾泽的身后 可没想到艾泽的反应如此迅速 居然躲开了贝基塔的攻击 随后贝基塔一招龙抓手再次被躲开 连续两次攻击都落空的贝基塔 反而被艾泽一次攻击就击中了 紧接着贝基塔又被艾泽中创 倒飞出去的贝基塔借助山体飞到空中 直接朝着艾泽放出一个大波 但是艾泽却没有选择闪躲 而是一声怒吼传来 随后艾泽单手一挥 贝基塔的大波直接被弹飞了 艾泽快速上冲步给贝基塔反应的机会 但是贝基塔怎么说也是身经百战 很快就做出应对防御艾泽的攻击 但是贝基塔已经开始落入下风 虽然还能和艾泽进行较量 但是贝基塔已经很少有攻击的机会 最终两人彼此来开剧里准备下一个回合 这时孙悟范的脑海中响起比克的声音 因为比克在地狱从弗利萨口中得知 弗利萨的家乡在一颗名为东之星的星球 并且弗利萨一族出生后就会进入解冻期 解冻的时间越久出生的战士就会越强 随后我们得知弗利萨的解冻期是五年 库尔德王则是六年 但是艾泽却超越五十年之久 算起来足足是弗利萨的十倍 反观身处地狱的弗利萨很是高兴 看到自己的儿子如此出色 又来到地球给自己报仇 觉得这次赛亚人一族要完蛋了 而比克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让孙悟范趁现在一起正义群殴 于是孙悟范呼喊眼前的贝吉塔 打算让大家一起对付艾泽 然而高傲的贝吉塔不屑一顾 对付艾泽自己一个人就足够了 反观艾泽这边已经休息够了 打算和贝吉塔进行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虽然贝吉塔感知到艾泽的强大 只见贝吉塔朝着艾泽快速冲去 砂锅大的拳头狠狠打脸艾泽 随后贝吉塔乘胜追击再次冲向艾泽 但是贝吉塔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看到自己的攻击被艾泽躲开后 贝吉塔趁机扔出一枚大波 可没想到还是被艾泽躲开了 只见艾泽借助爆炸的上升气流一飞冲天 贝吉塔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接被艾泽一招中击 随后又被艾泽一拳轰飞 贝吉塔在地面上滑行树米后 艾泽又来到贝吉塔的身后 只不过艾泽的这次攻击落空了 因为贝吉塔反应及时飞到了空中 艾泽见状紧跟其后 于是两人在空中展开激烈的交战 最终还是艾泽占据上风将贝吉塔击落 刚落地的贝吉塔感觉到额头有些痛 随后发现自己的面前站着一道身影 艾泽对贝吉塔展现出来的实力很失望 反观贝吉塔则是嘴角微笑 随后告知艾泽这还不是自己的权利 只见贝吉塔拿出一个胶囊 紧接着胶囊变成一个布尔兹光波机器 贝吉塔将机器扔给特南克斯 让特南克斯用布尔兹光波照射自己 只见贝吉塔在光波的照射下 一条尾巴直接长了出来 紧接着贝吉塔又变成大猩猩模样 这次贝吉塔没有耗费多余的时间 眨眼之间就成功变成超四形态 超四的贝吉塔比起超三强大数倍不止 同时也让贝吉塔自信心大涨 坦言艾泽一定会后悔让自己认真起来 说完贝吉塔和艾泽纷纷进入战斗状态 这次依然是贝吉塔率先发起进攻 超四的速度比起超三还要快 艾泽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挨了一拳 倒飞出去的艾泽寻找贝吉塔的身影 结果贝吉塔出现在艾泽的身后 没能及时躲开的艾泽又被一脚踹飞 趁着这个机会贝吉塔凝聚终极闪光 超四形态的终极闪光暴射而出 艾泽依然没能躲开被大波击中 随后空中传来一声巨响 然而有烟无伤势龙珠的传统定律 但毕竟是超四形态下的攻击 还是要给些面子让艾泽的身上出现伤痕 但很快艾泽就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 坦言自己没想到贝吉塔会如此强大 这样一来自己也终于可以认真一次了 贝吉塔听出艾泽话中的意思 刚才的战斗还没有拿出权力 但是贝吉塔根本就不愿意相信 认为这是艾泽在虚张声势 可突然我们却看到艾泽还是怒吼 随后艾泽的身体便开始发生变化 艾泽果然和弗丽萨一样拥有变身能力 看到正在变身的艾泽 所有人都挂机了居然不知道打断变身 变身完成后的艾泽体型变大了数倍 力量比起之前也强大了数倍 看到这一幕的贝吉塔无比的震惊 不敢相信艾泽的话居然是真的 因为变身后的艾泽 气息上已经比超四还要略强一些了 贝吉塔的神情中透露出凝重 不给贝吉塔反应的机会艾泽快速上冲 砂锅大的拳头让贝吉塔猝不及防 随后又是一招左勾拳将贝吉塔轰飞 倒飞出去的贝吉塔怒骂艾泽 结果艾泽出现在贝吉塔的身后 又是砂锅大的拳头招呼了贝吉塔的脸蛋 接连挨打的贝吉塔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这时艾泽又朝着贝吉塔放出一个大波 倒飞出去的贝吉塔刚稳住身体 就急忙捂着自己的脸蛋直呼好痛 关键时刻孙悟范提醒贝吉塔小心身后 贝吉塔这才发现向自己袭来的大波 很快贝吉塔所在的地方就传来一声巨响 浓烟之中也不知道大波是否击中了贝吉塔 这时我们看到浓烟的上空 出现贝吉塔的身影 但是艾泽已经来到贝吉塔的身后 愤怒的贝吉塔一声怒吼 随后朝着艾泽挥出一拳 结果贝吉塔的攻击都被艾泽挡下了 这时艾泽闪现到贝吉塔的身后 紧接着施展一招倒挂金钩 直接将贝吉塔从空中击落 脸处的孙悟范意识到情况不妙 继续下去事情只会越来越严重 于是孙悟天和特南克斯打算进行融合 随着两人做完融合的姿势 超三悟天克斯再次闪亮登场 不得不说成年后的悟天克斯确实有点帅气 于是悟天克斯和欧布前去支援贝吉塔 但是艾泽轻松躲开悟天克斯的攻击 就连欧布的攻击也轻松地躲开了 此时的艾泽根本不把悟天克斯放在眼里 即便和欧布联手也只配合自己玩一玩 另一边孙悟范让小芳用布尔兹光波照射自己 因为孙悟范打算让自己也变成超似形态 孙悟范之所以有这个底气 是因为小时候孙悟范变成大星星 听到悟空和比克呼唤的声音 所以孙悟范觉得自己能找回理智 于是孙悟范打算让小芳等自己变成大星星后 通过呼唤帮助自己找回理智 只见孙悟范开始接受布尔兹光波的照射 于是孙悟范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 很快孙悟范就变成一只金色的大星星 只不过孙悟范现在有点不受控制 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放出一个大波 很快远处便传来一声巨响 小芳看到这一幕来到大星星的面前 开始呼唤孙悟范帮助找回理智 果然小芳的呼唤让大星星有了变化 只见大星星的体型不断地缩小 无论是艾泽还是贝吉塔等人 都被孙悟范的变化投去目光 最终我们看到孙悟范成功找回理智 变成了超级赛亚人四形态 贝吉塔看到这一幕有点不平衡了 没想到孙悟范如此轻松就可以变成超四 这时孙悟范再次提议一起联手群欧艾泽 贝吉塔也知道艾泽的强大 所以这次没有拒绝孙悟范的提议 于是两位超四强强联手来到艾泽的面前 但是艾泽双手就轻松挡下两位超四的攻击 一个弯腰又躲开欧布的攻击 随后又是一个侧身避开悟天克斯的攻击 贝吉塔趁着这个机会 朝着艾泽放出一个大波 这次艾泽来不及躲开只能正面硬扛 只不过贝吉塔的大波依然奈何不了艾泽 欧布剑撞连忙放出大波支援贝吉塔 欧天克斯健壮同样放出自己的大招 可即便是三人合力依然奈何不了艾泽 这时贝吉塔让孙悟范拿出全力攻击艾泽 只见孙悟范爆发出全部的力量 对准艾泽全力施展出龟派气功 有了孙悟范的加入艾泽终于抵挡不住 一生巨响传来艾泽不知生死 孙悟范以为战斗总算是结束了 贝吉塔坦言这场战斗费了不少的时间 可突然孙悟范和贝吉塔就愣着了 就连悟天克斯和欧布也难以相信 因为艾泽居然扛下了四人合力的攻击没死 此时的艾泽很是兴奋 终于有人能让自己拿出真正的力量 只见艾泽透露出一个不好的消息 原来艾泽还可以进行一次变身 与此同时在戒王神戒 老戒王神正在偷窥梁家妇女 口水都控制不住溜了下来 这时戒王神过来指责老戒王神 现在的地球正陷入危机居然还这么悠哉 虽然戒王神将艾泽的事情告知老戒王神 于是老戒王神通过水晶球看到了艾泽 得知艾泽的实力后确实觉得有些麻烦 于是戒王神打算将悟空复活 但是老戒王神却说没用的 因为现在的悟空根本无法复活 地球的危机只能依靠孙悟范和贝基塔 与此同时在龟仙屋这边 我们看到龟仙人比老戒王神还要悠哉 手中的美女杂志看得津津有味 反观年老的克林感知到两个强大的气息 猜出地球又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18号劝说克林不要去做鲁莽的傻事 自己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只有龟仙人看得开 知道这种事情只能依靠孙悟范和贝基塔 另一边艾泽即将展示自己最后一次变身 只见艾泽开始不断地怒吼 身后出现两根巨大的骨刺 此时的孙悟范进入挂机状态没有打断变身 反观艾泽的变身还在继续当中 欧布震惊艾泽的气息再一次提升了 只见艾泽所在的位置 出现一股无比巨大的气场 悟天克斯吐槽这股气强大的离谱 贝基塔不敢相信艾泽居然能这么强 还没开打欧布就觉得这场战斗要输了 这时孙悟范让小芳赶紧离开这里 但是贝基塔觉得现在跑已经晚了 因为所有人都进入了艾泽的视线范围 只见浓烟之中出现一道身影 当浓烟散去后发现正式变身结束的艾泽 此时的艾泽虽然没有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可即便是深处借王星的借王 都能感受到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 甚至觉得如今的地球上因为没有悟空 如今已经没有人能打败艾泽了 反观此时的孙悟范看着艾泽 壁谷死亡的气息蔓延全身 艾泽也看出孙悟范的惊恐 坦言不要害怕很快就结束了 一些实力弱小的人根本扛不住艾泽的威压 即便是小芳也觉得身体无比的疼痛 突然艾泽爆发出无比强大的气息 光凭气息就把超似的孙悟范震飞 孙悟范神情无比的凝重 因为艾泽已经朝自己冲来 没想到艾泽攻击的对象不是自己而是欧布 简单的一拳直接让欧布失去意识 随后艾泽又用自己的尾巴拍飞欧布 身影砸入地底的欧布不知生死 孙悟范急忙呼喊欧布却没有得到回应 这是艾泽一个闪现 瞬间来到悟天克斯的身后 艾泽挥舞杀锅大的拳头 来不及反应的悟天克斯直接被打断手臂 脸看艾泽即将要杀死悟天克斯时 孙悟范终于反应过来 毕生怒吼朝着艾泽冲去 但是艾泽轻松挡下孙悟范的拳头 就被艾泽一脚踢飞了 倒飞出去的孙悟范趁机施展龟派气功 可没想到艾泽没有闪躲的意思 单手就朝着龟派气功拍去 孙悟范看着眼前的一目无比的震惊 因为自己的龟派气功居然被拍飞了 要知道这可是超四形态下权力的一击 脸处观战的贝基塔坦言这样的攻击 对艾泽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这时艾泽朝着孙悟范快速重来 艾泽的速度让孙悟范来不及反应被击中 但是艾泽的攻击并没有结束 孙悟范就像一个沙袋被艾泽殴打 最终艾泽觉得完够了就将孙悟范踹飞 从空中坠落的孙悟范身受重伤 面对艾泽一点还手的余力都没有 此时的贝基塔已经失去斗志 觉得这场战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孙悟范却再次站了起来 即便如此孙悟范也知道自己无法战胜艾泽 于是孙悟范在内心试图询问悟空如何是好 可这次悟空没有任何回应 反观戒王神戒一老一少陷入了沉默 最终戒王神打破了瓶颈 再这样下去孙悟范等人会被杀死的 于是戒王神再次提出复活悟空的想法 但是老戒王神看上去有什么难言之意 只不过年轻的戒王神不知道这些 觉得只要悟空复活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最终在戒王神不断地催促下 老戒王神最终还是选择复活悟空 反观艾泽这边开始戏弄孙悟范 先是将孙悟范的一条腿打伤 看到孙悟范如此狼狈的模样 艾泽露出一副高兴的神情 而孙悟范也震惊艾泽的攻击速度根本看不清 这时艾泽再次出手 孙悟范的脸颊上出现一道伤痕 紧接着艾泽又打伤孙悟范的腰间 一只手不过瘾的艾泽两只手同时攻击 孙悟范的身上瞬间伤痕无数 看到自己的父亲被艾泽如此细猛 愤怒的小芳直接朝着艾泽冲去 但是艾泽已经提前察觉到小芳的气息 于是轻松躲开小芳的飞踢 小芳健壮又朝着艾泽扔出一枚大波 只不过小芳的攻击根本算不上攻击 艾泽轻轻松松就将大波打散 孙悟范看到这一幕赶紧让小芳离开 毕竟自己都不是艾泽的对手 更别说是小芳 小芳没有被冲昏头脑选择远离艾泽 但是艾泽的速度无比之快 瞬间就堵住小芳的去路 只见艾泽露出微笑说道 自己马上就会让小芳解脱 孙悟范劝说艾泽前往不要这样做 孙悟范想去解救小芳却没有力气行动 看着艾泽已经锁定小芳 孙悟范使出浑身的力气怒喊让艾泽住手 可最终艾泽还是放出一道光线 小芳的身体直接被光线贯穿 导致孙悟范的愤怒直瞬间爆破 只见孙悟范抱着小芳爆发出强大的气息 悟天克斯和贝基塔都被这股气息吹飞 当气息消失后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这时悟天克斯和贝基塔 以及艾泽三人露出震惊的神情 我们看到此时的孙悟范 因为极度的愤怒再次突破 如今已经是超级赛亚人5形态 只见孙悟范一个闪现 瞬间来到悟天克斯的面前 随后将小芳交到悟天克斯的手中 反观艾泽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都这个时候了居然还能笑得出来 只见艾泽来到孙悟范的面前 看着换了新皮肤的孙悟范 疑惑新形态能否给自己带来乐趣呢 反观孙悟范已经把艾泽放入必死名单 于是孙悟范开始爆发超五的强大力量 瞬间就朝着艾泽快速冲去 反观艾泽都没有反应过来 自己就被孙悟范杀锅大的拳头狠狠打脸 随后孙悟范又是一招上勾拳 紧接着又是一脚将艾泽踹飞 挨了三次攻击的艾泽身体有些颤抖 看着前方的孙悟范有点怀疑人生 因为艾泽发现自己已经进行最后一次变身 没想到却被孙悟范打得无力还手 与此同时在天神殿上 天天震惊孙悟范的实力居然如此强大 但是天天祈祷孙悟范千万要冷静 因为刚变成超五容易失去理智 但是波波先生已经察觉到 此时的孙悟范已经失去理智了 反观艾泽看着孙悟范不敢轻举妄动 疑惑孙悟范为什么突然爆发出这样的力量 就连贝吉塔看到超五形态的孙悟范 都震惊孙悟范这小子 居然隐藏这么强大的力量 然而孙悟范没有回答艾泽的问题 而是一声怒吼朝着艾泽冲去 充满杀气的拳头狠狠攻击艾泽 可以看到仅仅是两次攻击 艾泽就被打得单膝跪地身体颤抖 捂着自己的脸蛋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这时孙悟范走到艾泽的面前 孙悟范一声怒吼 不给艾泽反应的机会又是一脚 如此一来艾泽的脸蛋对起了 但是孙悟范可不会就此罢休 准备砂锅大的拳头对准艾泽 砰的一声艾泽的身影被一拳轰飞 看着艾泽砸入大山之中 孙悟范的怒气瞬间无处宣泄 没办法孙悟范只能朝天怒吼 当初超三的气息都足以让地球震动 如今超五强大的气息被孙悟范释放 地球各地都发生剧烈的晃动 高楼大厦都被这股气息崩解 反观此时的戒王神戒 戒王神看到孙悟范的变化很是疑惑 但是活了上千万年的老戒王神却知道 孙悟范因为小芳的死觉醒了沉睡的力量 按照赛亚人的说法 孙悟范现在是超级赛亚人五形态 戒王神听到后无比的震惊 就连老戒王神也很震惊 因为孙悟范是勉强变成超四形态 却因为小芳的原因再次变成超五 难怪悟空曾说只要孙悟范愤怒 就没有人是孙悟范的对手 如今孙悟范已经变成超五形态 地球的危机算是化解了 另一边艾泽从碎石中一飞冲天 居高临下看着地面的孙悟范很是生气 不敢相信世上居然存在孙悟范这样的人 自己的力量居然无法战胜孙悟范 已经失去理智的艾泽打算摧毁眼前的一切 不得不说艾泽和弗丽萨一样 刚开始明明占据绝对的优势 却因为反派死于化多被逼到这个地步 只见艾泽爆发出所有的力量 随后将力量凝聚在自己的手掌之中 反观此时的孙悟范看到艾泽垂死挣扎 脑海中响起小方被杀死的一幕 但是艾泽已经将手中的大波扔出 贝吉塔和悟天克斯见状赶紧撤离 反倒是孙悟范不慌不忙开始凝聚大波 瞬间孙悟范的龟派气功同样暴射而出 都说不要和孙家人对波就是不听 如今却因为选择和孙悟范对波 导致艾泽的死亡时间被枷锁 瞬间就被孙悟范的龟派气功击中 可以看到艾泽的身影在大波中不断消散 最终艾泽连渣都不胜地死去了 地球也因此度过了一次危机 虽然成功打败了艾泽 但是孙悟范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地狱中的弗利萨看到这一幕 很是怨恨又一次输给了赛亚人 反观比克看到以这样的结果收场 心里很不适滋味 则怪自己实力太弱了 面对这样的战斗一点忙都帮不上 另一边孙悟范等人已经回到天神殿 重伤的欧布在天天的帮助下 很快就满血恢复了过来 醒来后的欧布询问艾泽呢 克南克斯告知欧布 艾泽已经被悟范打败了 随后向欧布讲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 欧布听完后瞬间也高兴不起来了 这时孙悟范询问天天龙珠依然不能使用吗 但是天天的回答吞吞吐吐 不用想也知道龙珠还不能使用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在孙悟范的耳边响起 熟悉的声音让孙悟范想到老界王神 老界王神告知孙悟范 龙珠现在还不能使用 孙悟范听到现在两个关键字 是不是意味着龙珠还能使用 老界王神让孙悟范不要着急 先听自己把话说完 这件事就需要从三年前开始说起 老界王神告知众人 悟空在三年前其实就已经死了 但是悟空知道自己一旦去死 就没有人能对付超级一星龙 这时神龙站出来选择帮助悟空 只不过神龙却有一个条件 因为邪恶龙之所以会出现 都是因为悟空等人过度使用龙珠导致 所以需要悟空来承担这个责任 反观当时的悟空也表示 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牵挂了 最终悟空和神龙达成了约定 战斗结束后悟空的身体会被神龙接手 于是在神龙的帮助下 我们才看到当时的悟空死而复生 也是因为有神龙的帮助才能打败超级一星龙 邪恶龙虽然被打败了 但是龙珠内部的负能量却没有消失 因此需要悟空的身体来净化负能量 也就是说如今的悟空 一个人正在和负能量孤军奋战 孙悟范听完这番话很是震惊 没想到自己的爸爸成为了替罪养 随后老界王神告知众人 如果选择使用龙珠的话 更强的邪恶龙将会出现 这时特南克斯想到如果是超级的悟范 或许就能打败邪恶龙 而老界王神也承认如果是超级形态 确实拥有打败邪恶龙的实力 但是孙悟范要想再次变成超级很难 因为孙悟范之所以能变成超级 完全是因为小方的死 除非有人再次几天 不然孙悟范很难再次变成超级 特南克斯瞬间也想不到其他办法 但是老界王神却有另一个办法 就是让孙悟范和贝基塔两人 接受自己的指导 并且能变成超级赛亚人物 这时天天想到另一个办法 可以用纳美克星的龙珠复活小方 但是老界王神却阻止了 因为纳美克星的龙珠比地球的龙珠还强 单身的邪恶龙也会比地球的强大 并且老界王神也很想复活地球的龙珠 因为一直让悟空和负能量战斗也不是办法 于是老界王神开始给众人打鸡血 只要能掌握超级赛亚人物的力量 悟空和小方都可以复活 孙悟范一听立马就答应了 而贝基塔想到悟空和自己告别的一幕 心里很不适滋味 虽出老界王神赶紧给自己安排修炼 但是孙悟范先打算把事情告知其他人 于是借王神就让贝基塔先来借王神借修炼 于是众人便开始了修炼前的准备工作 修炼前的准备工作